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张雨萱 好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在立法院这边上演了这个表决战 蓝绿现在为了一些案子 正在这个拉扯当中 但是三度是平手吗 三度平手的状况 我们等一下请强哥来还原这个内容 那绿委一直在喊说太扯了 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韩国瑜 或是江启臣参与投票 那所以国民党团发动了这次的假动 要否决掉民进党团提出的 要停砍军工教退休金的相关复议案 那三案进行表决的时候 却连续出现了三次平手的状况 第一案这个蓝绿平手 然后重复表决之后呢 蓝一票显胜 第二案蓝绿又平手呢 重复表决仍然平手 后来由韩国瑜才是投了反对票 那第三案是同样状况 蓝绿身是平手 然后重复表决之后仍然平手 韩国瑜才是然后反对 所以最后呢 还是这个三案通常都是由国民党取得的胜利 也都是否决掉所有这个民进党的相关提案 那所以民进党就来喊说 不公平啊 你应该要维持中立啊 如何如何 就要开始喊这些话 那为什么民进党这么在意呢 你看看 现在目前在立法院里头 民进党其实绝对优势是不在的 国民党加上民众党是大于 民进党的51席 那韩国瑜也是参与投票来助攻这些表决案 要否决掉 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会场里面 台下绿委不断的高喊说 院长你议事要中立啊 蓝维则是喊 依规定行使职权 那韩国瑜则是在台上说要保持秩序 其实在喊说什么中不中立这件事情 大家应该要晓得 就是应该是主持议事的时候中立 但是他毕竟是我们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他当然可以有他的投票权 他本来立法院的正副院长 就是有投票权的 所以民进党是在跟你用一种 错误的观念在带风向 过去他们是一种 比较绝对的多数 所以他们可以不在意 就说我的院长副院长 哪怕不投票 他们都还是有绝对的多数 我们来听听看 大家请保持一场肃静 好不好 向这些委员提出权益问题 我们大家请肃静 各位 再次鼓励大家请保持一场肃静 我们要列一下表决结果 出席94人 赞成47人 反对47人 弃绝离人 所以本案由主席裁决 本席决定反对 决定案不通过 我们都是这样照顾 这个要我们自己 好这就是刚刚发生的一些状况 那所以当然 绿委就要酸溜溜啦 吴思瑶就讲 对于岳长行政中立多次呼喊 希望能够避免参与表态 韩江是置之不离 许智杰也说 韩院长不应该做破坏意识和谐 应该要回归到意识中立 不能做出任何的表态 那其实意识中立的原则 就是主要规范的面向 就是在主持议会的层面 怎么会在政策上面 也要要求人家中立 那我们干脆 就是以后院长副院长 通通都独立出来 就是不是立法委员来担任 全部都是变成 意识人员来担任好了 那毕竟是立法委员 他就是有这个投票权 所以民进党还是继续在这边 要用这种卡韩的方式 但是你看看这样子 打韩打两个多月 其实不见正面成效 但是民进党仍然不放弃 继续打 这样该打谁呢 是不是打不到韩 该打这个 这个 该打颅业中 没卡韩 但是这个民主基金会 他们现在又抛出一个新的话题 讲说 希望执行长能够依循惯例 由总统来任命 感觉上面就是要卡这个 盧业中担任执行长的职务嘛 吴思耀又喊啦 他讲说 让国家前进负责任的政党 就是我们这个民进党 因为我们依循惯例 我们不会卡谁挡谁啊 那结果呢 这事隔一天之后 马上又讲说 应该是要总统任命 那鸿生 洪生汉 他讲说 董事长跟执行长任命 是成套的惯例 人是任命 不是草野分赃 更是外交政策的责任政治 过去的惯例 就是尊重总统 那总统是外交政策的 最终负责人 那现在看起来 民主基金会 还有这两位加入哦 因为依循惯例嘛 520之后 新任的外长 就是由林佳龙担任 所以他也会 进入这个民主基金会 那府秘书长 就是目前爆派 给予这消息 就是盘孟安 所以想当然而 未来也会加入到 这个民主基金会 恐怕又要跟这个韩国瑜 又要再掀起一阵波 那是不是赖清德 有可能接下来执行长 搞不好会选盘孟安 来担任呢 这也是让大家觉得说 恐怕又是另外一个 新的角力场哦 那民进党上任之后呢 其实把这个民主基金会的 执行长改成专任制 以前是兼任制哦 专任制差别在哪里 钱比较多 过去的月薪 大概是6万多 但是变成专任制之后呢 薪水飙涨到20万元 然后像是部长级一般的待遇哦 那业务单纯又不用到立法院备巡 又能够掌管这个基金会 这个小金库 所以变成 钱多事少 离家多的一个爽缺啊 那连副执行长 之前不是说林飞凡要担任吗 那时候说11万 其实也都是非常抢手的 酬庸位置哦 但是反观一下 我们看一下 民进党现在搞小手段哦 就连鸡蛋这个事情 黄国昌要了好久的进口资料 跟农业部来要资料 结果要好久都不给哦 他说难道纳税人买蛋是国家机密吗 那他说 2022年我们的这个续产会 从日本进口了鸡蛋 那从今年的2月20号 就向农业部要调阅这些厂商的名称 脱了一个半月了 到现在说不给就是不给啊 这到底是什么样国家机密 我们大税人花钱买鸡蛋 现在跟疫苗一样 通通都不可以知道任何的细节 国会也不能监督 人民也不能过问 有这么荒谬的事情 所以不只有 我们过去讲国防部 又遮羞部盖着 现在还有农业部 卫福部 全部通通都要遮着盖着 黑幕重重 那绿营还敢提这个司法调查权吗 那现在这个PTT的网友 更精准地讲 那现在民进党 就是活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以前他们凡事批评过的事情 他们现在都在做 而且还变本加厉地做 那你看看他讲 像民进党说 官员有说谎的人权 不用制定防止办法 那我就问说 那要立法院干什么呢 干脆依照政党比例 一百多颗印章 直接刻一刻就好了 曾经有理想的民进党 号称民主进步的民进党 现在堕落至此 说一套做一套 这是网友的一个评论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强哥 来帮我们还原一下 刚刚的这个表决战 其实今天立法院 坦白讲真的是蛮精彩的 就是说也是过去 几乎你看不到的画面 连续三个案 都有出现平手的状态 只是说媒体报道有点出入 其实第一个 这三个案子都跟这个 退休辅恤有关 尤其是跟军工教的年金有关 那民进党提出复议案 那当然就是要去阻拦它 那我们基本上是表达反对 那这个案子其实跟礼拜二 民进党就突袭国民党有关 国民党就突然发动突袭 所以把国民党三个 复议案打掉 所以今天等于是某种程度 国民党要反制 再把民进党提出复议案 也打掉 这样就才能够 这是有点所谓反制的效果 可是事实上 昨天掌握到的情形 就知道我们这次 没有办法全员到齐 没有办法全员到齐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那就看民进党到多少 各位你们直接看 大家都以为国民党是什么 第一大党 抱歉国民党的这个第一大党 非常的脆弱 因为国民党才52席 然后民进党51席 民众党8席 一旦民众党保持中立 其实就是差一席 当然国民党还多两席 就是高金树梅跟陈超明 两个五党级 所以也应该来国民党54席 可是一般来说 院长主持议事 他是不投票的 他只有在平手时候可以投票 所以院长可能就先扣掉一票 所以双方的差距其实并不大 所以今天其实昨天 基本上党团有讨论 就说今天我们因为人数已经确定 没有办法到齐 但是我们在表决 这个事还是要做 这是我们该要有的表态 但是就有沟通的江启臣副院长 就说江启臣副院长 你可以有点备用性质 就说万一这个票数我们有差的话 你就进场 就真的第一场投票47对47 如果江启臣还没有进来投票 47对47平手 江启臣就立刻从外面就走进来 就参加第二轮投票 就平手在打第二轮 所以第二轮韩国瑜没有投票 第二轮是48对47 因为江启臣那一票进来 所以赢了 但是到第二案跟第三案 就出现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 就是国民党就少了一票 为什么 反正就少了一票 然后就 不知道为什么 就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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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 连江启臣算进去都是47对47的 其实当时我们 其实在场国民党立委 其实在场也有点傻住 说刚刚48票 现在变47票 47对47就平手了 就历史的局面就出现了 因为平手了 我们那时候其实 其实因为本来也没有去想 韩国瑜他要进场投票 因为其实有时候想票数如果差太多 对不对 没有到平手 这个票就是一翻两正眼 我们赢了就我们赢了 我们输了就我们输了 韩国瑜都不用投票 可是你就是这么好 死不死就平手 平手就交给韩国瑜 韩国瑜就说他就投反对票 所以第二案第三案 都是平手局 然后韩国瑜进场变反对票 所以这123 第一案是江启臣进场变 就是影响上影响 所以等于说三案江启臣都在 但是第二案第三案是 连江启臣算进去都平手 奇妙的少了一票 然后就变韩国瑜 可是我回头还是要讲一件事 第一个我认为以后 平手可能会是常态 你看今天民众党的态度 基本上民众党今天保持中立 所以民众党未必在所有议案上 跟国民党都会站在一起 他有时候可能会变中立 中立的时候 那抱歉 那你就是看双方的动员的状况 那至少今天也确立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真的到很紧急的时候 本来其实过去一直担心 我们是52对51 因为政府院长扣掉 可是你今天的操作来看的话 应该至少是53对51 因为副院长他还是可以在必要的时候 关键的时候他可以待命进场投票 所以我们可以变是53对51 53对51 如果你的票缺席比民党多过两席的话 那就进到平手局 平手局的话 那院长就会进场 所以这次也是确立未来的一个 我们讲的一个议事攻防的一个大概的脉络 所以以后常常可能会见到这样子的拉锯战 来问一下杨明哥 其实今天国民党跟民进党都在打假球 什么叫打假球 就是都假动 假动 结果民进党谁没来 谁没来 柯建民不在 老柯总召不在 国民党一样 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林思敏不在 党团干部都不在 然后民进党有一个部分区不在 叫陈培宇 国民党两个部分区不在 一个叫陈金辉 一个叫翁晓立 都不在 这搞什么鬼啊 区域的 你说像陈玉珍 陈玉珍他们在外岛的时候 交通比较麻烦 假动有时候常常没办法配合 你部分区要到 部分区不到 我觉得这个党自己 党团他们自己要好好处理 那当然这个事情 我觉得某种程度也叫做一个 美丽的错误 什么叫美丽的错误 因为现在大家不是在骂韩国瑜 太中立 韩国瑜现在表现给你看 用意识规则表达态度 这个民进党去骂什么 什么什么意识不中立 不是啦 我们从小会议规范就教大家 我们政府是有颁布一个 叫做会议规范的一个规定 所有的会议都这样 主席在什么时候可以表态 这个都有明文规定的 只要今天双方平手的时候 主席就可以裁决 他可以决定加入任何一方 让这个案子过或不过 这是主席的决定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间点 其实过去王金平 也都有这样的潜力 所以当今天韩国瑜 只是说韩国瑜为了一个 这个所谓法案的副意案 这个案子真的不重要 因为他只是不让他 就是说如果今天 是民进党赢的话 只是这个案子 就先退回去 你要重新再送一次而已 就是那个只是程序上的进度 他跟这个案子有没有办法过关 是两回事 只是程序上你回到前一关而已 所以他没有正式的否决 所以这个案子的表决 本身很无聊 但是表决的这个结果很有趣 那第一个证明了 蓝绿两边的假动都是假的 我刚刚讲了 怎么会有那么多立委不在 搞到平手 不要忘记啊 国民党不是52席 国民党是52加2 高金委员跟陈超敏委员都在场啊 都有投票啊 你们国民党怎么会有五个不在场嘛 这个才是国民党要检讨的 好 来问雨萱 我问一下 我们今天到底在表决什么 有人知道吗 有 我们刚刚有念啊 那个停砍军工教退休息 年金改革三案啊 我跟你讲我看一堆新闻写 我今天复议三案 然后记者也不知道什么三案 大家都搞一大糊涂 这上礼拜不是也是这样吗 民进党也是在胡来嘛 民进党那时候是复议国民党的案子嘛 对不对 那今天是这个国民党投反对票吧 对不对 所以各位啊 这个起头这个乱源到底是 是谁啊 这个起头乱源是民进党嘛 民进党上礼拜先玩一个突袭 把国民党的复议案 全部都反对票投掉 对不对 那国民党的复议案 各个委员各别提的 他也不一定是党团的意见 就是每个委员他有自己的想法 这我们另当别论 所以当今天我们讲 国民党为什么要去投这个反对票 第一个嘛 你起的乱源 所以我被迫要被你演这一出 我要跟着你表态嘛 否则你这个所谓的复议案 就是要把这些年金改革 相关的案件去拉回 又是浪费大家时间嘛 意识空转嘛 所以今天各位不要误会了哦 民进党说错一件事情 就韩国瑜的立场 一个立法院长 他就算要表态投票 也不是因为他站在国民党这边 而是这些举动 都是在浪费大家时间 意识空转 今天就算你复议了 请问一下这个案子拖个一阵子 是不是最后还是会继续送 会啊 你是不是在浪费大家钱 不浪费大家时间嘛 所以这第一件事情 民进党不要搞错了 韩国瑜就算下去投票也刚好而已嘛 对不对 那再来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这些怪是怪在这边 就民进党也有落魁耶 因为你今天是攻击方哦 今天民进党是攻击的一方 对不对 提出复议的一方 结果你提出复议的一方 他自己也假动 结果他只有几个人到现场 四七个耶 你民进党在干嘛啊 为什么人凑不起啊 你要找人家打架 他今天等于说 国民党来输赢啊 然后就人也没造起 自己还少人 国民党是应战的那一方啊 所以国民党应战那一方没话讲嘛 但我确实是觉得有几点很怪 第一个陈金辉 我特别去看他的IG还有脸书哦 他有打卡耶 他早上还po我说 我跟丽苑临湘拍照 他在立法院 你有来啊 那你能去哪里了 他在立法院 对啊那你能去哪里了啊 听说他在党团群组跟他道歉 我说他那个时候他在忙 哦那没办法 就很怪嘛 因为你是不分区 你唯一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配合党团运作 那党团假动就代表说 今天这有事情很重要 会出乱子 所以需要你坐针在现场嘛 对不对 好那陈金辉 因为他毕竟这个新手 但我不谈 那翁晓琳 那陈玉珍我知道他是出国 但我就最后讲一件事情啦 就是说当你在提出说 要求说希望韩国瑜能做到某些态度 能跟党团合作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当党团需要你的时候 你自己是不是也能提出相对应的态度 不然你自己很落魁 嗯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因为这种复议案的感觉真的是很无聊 其实是 其实这案子 就算民进党过了 也只是说你重新送而已 对重新送而已 所以他其实并没有把这案子打 就是把复尾 把复尾的程序拉回去而已 OK好 对对就是拖延你而已 他那个程序上的拖延而已 拖一下而已 其实郑英伟本来是拖一下 基本上也确实在讨论说 那我要不要就算了 我们就让你拖一下 可是反正因为是礼拜二 其实逼得我们礼拜五也得要 因为礼拜二他那个也很无聊 我跟你说 你们要把那个以前 那时候2015年蔡英文 他的那个国会改 其中一个叫做程序委员会不档案 他们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议案都应该到委员会去讨论 他现在不是程序委员会档案 他用复义来档案 对所以你们可以拿这个来修理 对对对对 不過因為真的是因為 雙方席次太近 很多的一些意識工藏 跟以前就很不一樣 所以像是那人到底誰 就是陳驚慧 陳驚慧跟翁曉玲 沒有沒有是盧憲一 盧憲一 就是本來有頭後來不見 是盧憲一 但是也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台東的 不是他苗栗 苗栗 苗栗 我們兩個 越苗越黑 你看是不是 存在感很低 你知道他投了一票的時候 剩下兩票不知道 存在感太低了 你們兩個好多的錯 是兩支嗎 這邊都有是不是 算在一起 應該原住民的 沒有哭的助威 苗栗修正人君 對他是原住民 真的嗎 懂錯 是我記錯的嗎 他是原住民 屏東 他是屏東的原住民 屏東喔 原住民 但是他是醫師 對 有醫師值得 所以臨時不會有主委 那時候48對47嘛 所以就贏了第一案 第二邊47秒 我這也是所有人都認住 到底在哪裡 要保達 今天不是講說這個主委反應很大 就很懸 怎麼突然不建議 就很懸 對 這主委討論度真的好高喔 就崩潰 吐血 對啊 但是現在在台灣 是不能夠講說什麼 怎麼 把貓看得比人嚴重 不是啦 你猜到一半 貓子看就會跑掉了啦 跟這個主委通過電話 真的啊 通了電話 我們來關注一下花蓮地震之後呢 其實現在都還在後續的救災或者是拆除的作業 但是哪怕現在還在這些作業當中說一步先跳出來 邀功啊 他告訴大家 我們首次啟動了低軌衛星還建了功啊 這一次的強震當中啊 確保國人可以再與外界溝通不置成為孤島 那人家覺得很莫名其妙 因為其實這一次大家都普遍反應說 好像沒有影響到網路嘛 所以並沒有出現什麼大規模斷訊啊 斷電啊什麼 其實都蠻少出現這種狀況 那你的功勞在哪裡呢 所以很多網友講說 其實就這次大地震沒有出現大規模斷訊耶 你怎麼還說自己這個低軌衛星建功啊 那他還講說 喔這個唐鳳講 這個one web 衛星用於地震救災 大突破訊號優於預期啊 那可是被人家講說 你這個one web 講得好像一副你書發布做的 其實這是簽約 這是來自於這個英國的一個電信產業 one web 那也是中華電信 他們當初三月份的時候 就有這樣的一個報導說 啊我們這樣子低軌衛星的通訊時代來啦 中華電信跟這個one web 簽了代理合約喔 然後要爭取說今年 在台落地 那講的是內容是什麼呢 我看完就覺得有點昏倒 他說呢 目前他是規劃在日本泰國關島有這個接收站 所以我們台灣的涵蓋範圍呢 就是透過日本的地面站來涵蓋我們桃園以北 然後透過泰國站涵蓋這個中南部 然後透過關島涵蓋了東部 啊結果都不是在台灣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整個低軌衛星都是靠別的地方涵蓋過來的 然後結果哎唐鳳講的自己功勞多偉大 這就是術發部喔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天王星 大家現在也蠻關注的 就是很多那種什麼愛貓人士 每天在那邊看啊有沒有貓咪被壓到 有沒有什麼什麼被壓到 結果搞得主尾崩潰喔 昨天最讓大家就是注意的畫面就是 這一幕主尾倒地然後崩潰吐血 他就說 他說我自己也有養貓我也是愛貓人喔 但是呢我們現在真的都沒有家了 我們這些受災戶都沒有家了 可不可以這個當前拆除的事情不要耽誤喔 然後他痛哭流涕的倒在地上 讓大家覺得說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就是因為現在真的有非常多愛貓人士 好像又要看著這個直播就說 喔到底有沒有照顧好貓貓 或者是雞 雞跟貓 然後一直在看這個狀況 可是很多一些居民喔 他們可能希望說趕快拆除到他們那一層樓 是不是還可以拿取一些他們的一些必要物資 或者是金錢啊 不然他們真的都沒有錢 也沒有地方可以住了 那愛貓人士甚至直接殺到了現場 然後跟這個花蓮的里長 爆發一些衝突喔 我們來聽聽 對所以有些網路上面有些人當然是覺得說感同身受災民的苦喔 就說這樣子來干擾救災的人難道不能夠拖走嗎 就把他拖走好了 你一直在那邊干擾這個救災進度 其實昨天救災的人也有出來講說 的確因為現在要要救貓 所以進度有延緩的這個狀況出現喔 但是他們現在因為又有看到這個主委崩潰吐血的這種訊息出來 所以他們就說他們會恢復 當然就是在救災過程當中也會注意到貓跟雞喔 但是現在人家就覺得很無奈 難道台灣變成一個寵物至上 或是貓狗在人命之上的這樣的一個社會氛圍嗎 那你看這個愛貓人士他講說 啊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要求停工啊 這是一開始承諾的事 說好控檔或是吃飯的控檔都可以 我們希望可以趕快協助協助單位 可是如果傷到這個貓或雞 是不是綠營的側翼又會動起來呢 因為畢竟是花蓮喔 不是綠營執政的現實喔 那你看看在這一次這個賴蕭他們在520就職喔 亮相的郵票又是貓跟狗 因為其實從蔡英文開始好像都是一直主打 說欸貓貓狗狗啊 然後陳其邁後來不是也是開始在那邊玩貓 展現暖男的形象 他們發現這個是跟文青式的語言 是跟這種旁爵青年輕人是比較有共通語言 所以他們現在是非常標榜貓跟狗的喔 那還邀請這葛萊美設計獎的設計師 來推出貓派狗派的異象郵票 那回到這個疫情期間 那時候我們在這個時空喔 就是2021年的時候 其實因為疫情國人是死了800多人 可是蔡英文不聞不問 但是拜登的愛犬過世的時候 啊蔡英文立刻在當時還叫推特的這個地方 X 呃當時叫推特他就立刻發表了致哀喔 所以疫情也疫情這種人命好像都不如狗命 也是當時大家一個很詬病的地方 但是你看就所有扯到貓狗的事情 你看國軍有那個虐狗的事情發發生喔 結果國防部長是兩度親上火線的道歉 但是對比喔有一個事情是真的讓大家真的 覺得很諷刺 安樂死154隻種絲貓 然後人家講說蔡英文你不是說最愛貓的嗎 怎麼會火速安樂死這樣子的種絲貓呢 所以感覺上面民進黨到底是真愛貓 還是假愛貓 還是愛貓只是他們一個政治語言 但是文青是不是就吃這一套 最近有一個人被拉下這個神壇喔 統神淚崩道歉 然後甚至還把他YouTube頻道關閉了 因為他過去可能會講一些批評民進黨的言論 他11號凌晨道歉然後自認無知 然後12號的時候YouTube頻道就關閉無法觀看 那很多人在講說可能綠營側翼也把他給幹掉了 好這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楊明哥 楊明哥怎麼看 首先我想今天數位部喔 要怎麼表現都沒有關係喔 但是這個所謂的one web 這個衛星的這個代理喔 到底是誰代理 哪一家廠商代理 我覺得可能可以大家有興趣可以 尤其像強哥可以去查一下喔 有給幾個關鍵字喔 榮華電子 董事長王光祥 蔡總統的表哥 我就講到這邊喔 剩下的讓 有言論免責權的強哥慢慢去查喔 這個能夠幫上災民都是好事 但是這個所謂的低軌衛星 或是什麼 這個市場或這個 叫做衛星國家隊 是不是又變成特定分子的利益 結構喔 這個我覺得可以去好好的查一下 在野長可以好好查 再來第二個 我們講到現場的這個拆除的狀況喔 其實我們在災害防救法都有相關的規定喔 如果喔 去阻礙 妨礙 拒絕 這個所謂的現場的這個 就為了防災而需要的拆除工作 是有罰則的 依照災害防救法是可以儲 5萬塊到25萬的罰款 所以今天其實在現場我必須講喔 現場的不管是里長也好 這些指揮官也罷喔 他們算是對愛貓人士很和平的啦 是 就是說你有這個意見 好我們大家一起來做 甚至有貓 我們他們就用這個消防員 用雲梯車把他救出來的也有啊 雞也有那個到樓頂 後來他自己跳下來的啊 這一次 這些小動物們 我必須講 他其實在不妨礙整個救災的狀況下面 其實都已經讓他們 就是說得到比較好的處理了 可是如果為了一隻貓阻礙了這個救災 不要忘記了 一開始為什麼急著要把這棟拆掉 是因為這棟如果倒下來 隔壁的飯店會受害啊 這是有公共利益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必須講這些所謂的愛貓人士 好啊 你自己進去救啊 你嫌那個籠子沒有白毫 你進去啊 你進去啊 我真的覺得把當這個現場的專業 這種收救 猜除這都是專業 請尊重專業 貓我相信 他一定會有辦法 我覺得他們這些猜 他們說這個太大聲啦 貓會躲起來 他躲起來不就是安全的嗎 而且他這個猜又不是說像爆破 一次把整棟都毀掉 他是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 也許猜到看到貓的動作的時候 也許再會有相關的這個所謂的救援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先稍安 不需要在這個時候變成額外的對立 反而造成比如說像受災戶 為了這種事情去跪下來去磕頭去 甚至他說那個其實他不是吐血啊 就是咬他咬到舌頭了 他情緒太激動了 所以我必須講這樣的畫面 其實對整個救災沒有幫助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以救災優先 那以災民的權益優先 我覺得先這樣 我們不要管什麼貓派狗派 在這個時候我們都是華臉派 其實我有點不太理解 為什麼需要停下來作業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也有遇到過 有人被埋在裡面的 也都是要趕緊這樣往下救 那代表救災人員 他們的一定的專業可以判斷 怎麼人在裡面的時候沒有看到 有些人出來哭 啊 不能 不能救 不能救 然後反而是貓的時候就講說 啊 現在得要停止拆除作業 所以我覺得不太理解 我們來問一下強哥 其實就是萬事末如救災集 很多東西還是有輕重緩急 其實剛剛陽明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今天天王心那棟樓 他不是自己樓上 樓裡面還沒有 有沒有什麼樣的人 或什麼樣物的問題 他倒的會往旁邊倒 對 到旁邊連旁邊的都要遭殃的 那個其實 所以他為什麼有急迫性 他為什麼要搶時間去拆 你有沒有記得剛開始在拆拆 拆一半他停下來想不行 這個拆法不對 因為拆法他可能就倒了 所以他們要再去商量另外一種拆法 你看他 你至於看他們在每一層在拆 都還要當場討論拆的那個方式 結構 因為他們要從上面拆一下慢慢慢慢 為什麼要這樣拆 就是我不要讓他倒 因為他一直在傾斜 那請問 所以換言之 這個所謂的拆除 是在跟時間賽跑的 那當然大家愛貓 我們這個保護動物的那個 那個尊重動物 保護動物這個星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接受尊重 可是在那個當下情境之下 你真的說真的 你今天不只是那個 我們講天王星的受災 連周邊的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要將星比星 那其實我是有看到那個拆的畫面 就是你會發現 其實那個 其實真的很辛苦 那些拆除人員你知道嗎 我在看拆除人員 應該有看到畫面 就剛剛那個四隻雞 還是五隻雞站在邊邊 然後他就那邊打打打打 打打打 然後有四隻跳下去了 有一隻跳不小心跳 還倒勾 勾到繩子倒掉在那 我就看那個怪手就停下來了 你知道嗎 就停下來那邊想 好像在想說要怎麼辦的感覺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說 真的救災前線的人員 真的非常辛苦 非常掙扎 你這樣面臨到很多的 這個社會意見萬端 我就講主委 我在這個主委 這個貓的事件之間 其實我跟這個主委通過電話 那時候為什麼是 他說有事情希望 我能夠幫大家 花蓮的災民發生 他說因為 他們是天王星的受災戶 非常淒慘 非常淒慘 可是那時候他就看到 很多在呼籲大家不要捐款 然後他就說 他做一個受災戶 他聽到這樣的一個呼籲 他這心裡是很痛的 他說我們現在 我們災戶的心情 到底誰能夠去理解 那些各位我剛剛舉個例子 你說也就是房子塌掉對不對 我們政府會進場 會有一些補助補助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講 那補助都不讓他補到他的損失 是不可能的事情 以前921政災 我就有辦公室的一個助理 他買的房子全塌 塌完以後然後呢 貸款要繼續交啊 背一輩子的貸款 交一棟已經不存在的房子了 所以我覺得真的 你看到災戶的這種心情 我覺得將心比心 不要去干擾救災 因為他們現在真的 很多人是家破人亡的 真的希望大家更同理心 對待這些受災戶 我們來問一下雨萱 其實我覺得 發生大災難的時候 實在是沒有必要在宣傳自己 我軍威武 我國威武 因為不只是這個One Wave的事情 坦白講你One Wave那時候是用什麼 用一台車子嘛 大家記得嗎 像SNG車那問題是你去看一下 Starlink的 它是一樣系統 差不多的模式規格 人家是一個板子 這根本沒得比啊 而且Starlink是在哪裡用 它是在U2戰場已經找 就已經廣泛應用了 就一個板子就這麼大呀 就跟iPad一樣啊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 沒什麼好吹噓 在我們剛剛也聊到了 你花蓮除非只有一種地方 會需要用到網路 就是說比如說像我們講 九曲洞那時候 民稅到那時候 是不是一群人被困住 然後失聯找不到 就是他們網路收不到嘛 那比如說那種情況之下 你是不是 因為他們那時候是比手畫腳 就空拍機過去 然後開始比手畫腳 腳然後怎麼樣 喔它是在形容說有人受傷 一個腳受傷 趕快來救他 喔那比的很複雜嘛 那你如果說真的有像 Starlink那種系統 你是不是可以放下去 放下去之後 讓他們有網路可以使用之後 馬上 馬上就可以通臉了嘛 但是 大車子沒有辦法做到這個任務啊 你車子人到的地方通常網路是不會斷的 所以真的沒有必要做宣傳 包括那洪山說什麼 台灣電網任性之強 綠電好棒棒 你在講什麼 人家家破人亡 先救災吧 不要再趁著這個機會說自己有多棒 那如果你講到救災這件事情 各位 我覺得有個大問題 就是有時候就是我一直講得了便宜賣乖 得寸禁止 因為原本大家看到感動的是什麼 那一棟大樓在拆除的時候 越即將壓到旁邊的這個立祥飯店了嘛 對不對 那即將壓到的時候 可能在傾斜或者在靠近一公分 它的整個覆蓋面積就會到它頂部 等於是坍塌下來的話 隔壁的飯店也全部都全毀 而且飯店現在只要拖一天 它就少一天營收 它已經損失幾百萬了 它是這個無望之災啊 當然你從災民的角度 他們已經非常的設想說我每一層慢慢拆 然後還會去搜遺失物 放在遺失物集中站 然後有貓看到貓 我肉眼所見 我就趕快把它救出來 所以有些人站著刷不雕疼 那你這時候這些動保團體 我知道你們很愛動物啦 這時候喇進來幹嘛 是因為救災人員 特別大家去疼惜這些動物 被大家看見了 然後你反過頭來反客為主 跑來跟它下指導機說 你要以動物為優先 你要以動物為主 我覺得這件事莫名其妙 但你知道為什麼動物這件事情會渲染嗎 除了說台灣現在普遍的人 都很愛貓 都很愛狗之外 因為我們聊到說為什麼蔡英文拜登的狗 包括自己的貓 他特別的重視 其實一個理由很簡單啊 有選票 動物寵物 愛動物這件事情對你來講有選票 所以即便救災人員第一時間是基於所謂的 仁愛的考量 考量到這些氏族的心情 考量到生命的重要性 然後願意去救援 但後來已經倒課為主 因為這些人為什麼可以大聲 凌駕於現場之上 然後跟里長大小聲 跟救災人員大小聲 就是養成這種風氣啊 包括從民進黨執政黨 不斷的使用動物這個符號 來作為所謂的選舉行銷 因為他知道 全台灣喔 各位你知道網路上的 比如說有這種短影音啦 有這種影片啦 你有百人喔 要紅要一萬讚兩萬讚很困難 跟你把一隻貓在那邊滾來滾去 就一萬讚兩萬讚 所以就是這種討喜的效果 但我覺得很多事情 你還是要回到他的本質論 好不好 事有優先順序 不要這個反客為主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忙回來 有布丁可以吃了 謝謝 謝謝 這有口福啊 這裡面還有料 來吃吃銀波布丁 謝謝 放到前頭來 嗚嗚嗚 所以你們的也有切嗎 他們的也有切開嗎 沒有切開 好好好 趕緊吃吃看 它是黑糖口味啊 所以它這已經是80年歷史的台南老店了 那我們就是只有本週推出這麼優惠的價格喔 好吃好吃 特別講一下喔 這個是這個小蔣 蔣經國總統也曾經吃過的這個 還講說 哇民間竟然有這麼好吃的美味啊 主要就是因為在台南這邊的一些 比方像台南大飯店啊 還有我們過年年菜賣的阿霞飯店 還有東亞樓這些老牌飯店 他們最後的這個招牌點心就是來自於銀波布丁喔 那沒想到這個四五十年代的時候 當時這個蔣經國總統也去到了這邊 這個阿翔飯店在吃飯的時候 就發現哇這個蛋糕特別好吃 誇了一句之後啊 銀波布丁因此聲明大照 那現在80年來就已經傳到了第四代了 所以這次也算是還蠻獨特的 跟我們的時尚玩家 現在改叫圈圈選物這個新平台 那歡迎大家也可以來訂購 因為圈圈選物現在剛開戰 有打88折優惠喔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這樣一盒是賣520元 可是如果你過了600塊這個門檻的話 就可以打88折 平均一盒這樣八顆布丁喔 才400多塊錢 就比起原價便宜非常非常的多喔 這個其實520已經是折扣價了 比他們店裡賣的都還便宜 所以大家如果要吃的話 要把握這個機會 因為你去到台南可能要排隊購買 我們看陽明哥已經快吃完了 口味怎麼樣 不是這種古早味布丁喔 最主要是因為它紮實 對 然後就是那個蛋的味道會很明顯 嗯嗯嗯 這個來我們強哥怎麼樣 口味 那樣蠻夠的 哈哈哈哈 對而且它是炸的 這個布丁很炸的 非常飽足的 來賓們看到都說你給我整顆喔 而且重點是剛剛他講的 他人的口感比較飽足 對很紮實的口感 它就叫做硬布丁喔 對 來這邊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放著拍會不會比較明顯 這樣拿起來是不是 好 好這樣子 來 有沒有 好 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緊接著我們來關注一下喔 現在的新的內閣人選 嗯我們看到外交部長林佳龍 這個 這個人事任命喔 讓大家覺得有點跌破眼鏡 怎麼說呢 因為感覺 你看這網路上面已經替他做起來了 叫敗者為王 勵志的當官之路喔 從台中市長連任失敗之後就高升了交通部長 交通部長坐胎爛下台之後又做了這個 無定所 居無定所大使 而且要去選台北市長呢 結果蔡英文說不行 然後去選新北啊結果大敗然後又變成了總統府秘書長 反正就一路升官 現在升到了外交部長本來還不太願意當的呢 那這個林佳龍真的能夠擔任好外交部長的這個職務嗎 我們來看看過去這個經典畫面還讓蘋果日報得了 第17屆卓越新聞獎的新聞就是 這個林佳龍擔任台中市長的時候啊被騙了 跟藝人德國的藝人公司簽了千億倍忘錄 當時還告訴大家可以為台中市創造上千個工作機會啊 那被大家笑翻了就說哇你都連一個藝人公司都沒有辦法分辨的 接下來如果到了外交這樣子一個領域 耳魚我炸林佳龍看得透嗎 這也為台灣擔心一下 那再來陳經德這個是局系人馬 他也是爭議很多過去因為這個違規經營農社被監察院給彈劾 大家以為他政治生命可能就到此結束了 沒想到敗部復活啊 這一次也是一個意外的名單 那陳經德接任這個行政院公共委員會的主委 那他其實是屬於陳局人馬 也是賴清德重要的幹部 是敬賴之友會的秘書長 那他曾經就是因為這樣經營農社被彈劾 結果沒想到現在突然又回來擔任這個內定工程會的主委 因此藍營的人就講說哇這是門神歸位嗎 因為他至今仍然是高雄龍大建設的獨董 該公司過去曾經蓋過兩間學校校社的經驗 那在陳經德進駐之後就得標了全台最貴 25億屏東線的前瞻建設棒球場這樣子的一個案子 那建商的董事就是陳經德 那他現在擔任工程會的主委 這難道不是門神歸位嗎 再來還有鄭明謙他要擔任法務部長 因為感覺他過去也是跟賴清德有一些交集 關係不錯在台南的地檢署擔任檢察長 跟邢太昭還是大學同學 賴清德感覺上面就是要找一個信得過的人 來搞定這個當法務部長這樣的一個位置 那陳凱玲也有一個新消息 大家很驚訝 他竟然在獄中自己傷害自己 拿一開罐的拉環 然後這個就是對自己的胸口這邊 就是這個造成一些傷害 然後後來縫了三針 人家講說哇這好熟悉的劇情 是不是要提醒就是你們這些南台灣啊 很多事情啊我都了解啊 你不可以忘記我 現在大家都在升官當中嘛 也不可以忘記在獄中的我 那人家想說好像看到了陳水扁過去 也是有這樣子自己傷害自己的消息 是不是也都是在提醒賴清德的注意 那陳宗燕會不會也有可能進入內閣的團隊呢 我們看到吳梓家董事長講說 應該不至於入閣 但是會有一個肥缺 不能忘記他嘛 畢竟是這個賴清德的相關人馬嘛 還有一個人也讓大家很驚訝 這個謝長廷駐日代表 謝長廷竟然要去擔任司法院長了 所以這個卓榮泰的推薦嘛 因為賴清德提名卓榮泰擔任葛魁之後呢 徵詢各方意見 然後後來就打算請謝長廷來擔任司法院長 然後據報導指出 謝長廷有極高的意願 所以退出政壇之後人家說小夫 小夫在騙我們嗎 不是說要退出政壇嗎 但是他之前其實早有放話 那時候不是講說要擔任大法官嘛 那時候講說他可以嗎 他還說這是這個 是我不要不代表我沒有資格 所以看起來是這樣的一個內閣團隊 讓大家傻眼的名單蠻多的 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楊明德 首先第一個外交部長 我在現在的民進黨政府裡面 某種程度上是一個不需要負責的官員 怎麼說我們的外交邦交國 斷了那麼多國 請問吳釗燮有下過台嗎 沒有 不用下台 所以某種程度我覺得可以 林佳龍某種程度是 挑到一個比較好的舞台 當交通部長 發生一個意外 發生一個什麼事情 可能就要下台 他自己有親身體驗過 這個至少當初他在交通部長 他說下台就下台 不像很多民進黨的官員 怎麼樣打死 犯了一堆的錯誤 出了一堆的包 就是不下台 所以外交部長是最不會下台的位置 對某種程度上 補償他一下 再怎麼樣幫交國結束 現在我們少多少國了 對不對 在蔡英文認得好像九國還十國了 然後就一直在減少 但是呢 這個外交部長沒有一個因為 減少幫交國而下台的 所以這個首先 第一個就是他這個位置 我覺得對林佳龍來講 他沒有下台的陰影 就是未來只要總統挺 就沒有問題 那至於現在 因為目前林佳龍這個還叫做 就是傳聞啦 現在就是說什麼幕僚正時啊 有什麼三顧矛盧 你沒想到林佳龍變諸葛臥龍 那胖周瑜就會有一種 寄生燦和生龍的這種感覺了 怎麼都沒有人理他 難道要他去三顧賴清德嗎 拜託賴清德給他個位子嗎 這個我們繼續看下去 不過現在傳出的這些名單 包括今天公佈 總共目前加起來 從卓龍太到這一波的早上的 總共9個 我點了一下 怎麼都跟賴清德幾乎 都很有淵源啦 比如說卓龍太 鄭麗君 陳世凱 他們就是賴清德原本競選團隊嘛 劉士芳2019年就是那個所謂的 挺賴八家將 大家還記得嗎 還跟他一起在這個車隊掃街 在2019年賴清德黨內沒有什麼人 在挺的時候 劉士芳就有去挺他了 所以我說這個某種程度上 這個團隊也有報恩的成分 那狼若是回頭不是報恩就是報仇 那賴清德要報誰的仇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但是你說像鄭明謙 龍介兄說的啊 原來鄭明謙在2004年20年前 賴清德在台南被小混混毆打的案子裡面 那個陳辦檢察官就是鄭明謙 哇 那這個恩報得可遠了 當初你知道那幾個小混混是用什麼罪 是用殺人未遂罪移送 他們打立委 當時賴清德是立委 然後當然幸好賴清德後來 這個身體狀況都恢復了 可是這幾個三個年輕人 那時候被辦是用殺人未遂罪 這麼重的罪來辦 所以原來有這一層一個關係 那包括你說像大概目前看起來 譬如說鄭明謙 可能是跟陳菊的關係比較好 那也跟新潮流有關 那甚至包括像現在點名還沒有公佈的 陳清德啦 什麼這些 哇 看起來就是老綠新 就新潮流 所以目前看起來 我覺得這個團隊就叫 不只是報恩團隊 還可以叫信賴團隊 就你要相信賴清德 賴清德要相信你 所以呢叫信賴團隊 否則都不會用他 好 再來講到陳凱琳 我自己在監獄裡面服過義 所以陳凱琳這個舉動 第一件事情 他現在要進違規房 在監獄裡面做這樣的 在看守所做這樣的事情 你一定要被抓進違規房 違規房什麼都沒有 然後你就要每天在那邊 聽佛經之類的 但重點來了 請問這個一開罐拉環 從哪裡來的 請問他如何取得 我跟你說他這個行為會害到 如果今天是那種比如說人家 因為罐頭是可以寄進去的 如果因為這樣的一個事件 可能會讓 矯正署去檢討 全台灣的罐頭 未來 這種只要是開罐的 裡面會有金屬的 可能不能寄進監獄裡面 因為會導致智商嘛 然後甚至呢 可能是什麼樣 就是以後這種寄進去的 要管理員幫你開了之後呢 把這個回收 然後把那個 倒進那個 那個碗盤 直接給你吃 或是飲料你就要用杯子裝了之後 然後呢 剩下的這個由管理員收回去 所以會製造很多麻煩的啦 那陳凱琳這樣只是製造 我想台灣十幾萬位的這個監獄的收容人 可能會因為你這個舉動 導致權益受損 好 再來最後 謝長廷當大法官這件事情 其實關鍵是在於說 他上個禮拜六 居然跟賴清德去同樣出席 那個鄭南榮的這個 有一個紀念的這個記者會 那就很奇怪 怎麼駐日代表突然回國 而且呢 他不參加總統那一場 他參加的是賴清德那一場 所以大家就有很多的想法 加上去年他被懷疑 不是懷疑啦 就是說有傳出他被推薦大法官 他說我不是沒有資格喔 那謝長廷據說是這樣 這個消息在黨內已經開始傳了 而且黨內因為有另外一個法律背景的人 想要司法院長 所以把這個訊息放出來 要讓他見光 所以民進黨內鬥已經開始了 好 強哥 其實所有人 你們人事最大的亮點還是謝長廷吧 我是蠻期待他的啦 謝長廷告我兩次 那三度失敗 然後最後還放棄上訴 被法院認證的 這個因為謝則導致外交官親身的一個助治代表 現在一樣啊 回頭來當想要來爭司法院院長 如果報辦屬實啊 看起來他自己在過去回答 也表達出他要 政治人物的講話是有藝術的啊 對不對 他說什麼 他說我這個也沒有要人家推薦我 但不代表我沒有資格 這句話就正著看就對了 各位我要回頭講一件事啊 你去看今天賴清的到現在為止 他人事的公佈的狀況 用謝長廷最有指標性為什麼 謝長廷以前說要退出政壇 越退官越大 越退官越爽 對不對 但講的話 我不敢用那個字來形容 講的話就煙消云散 各位我們真的 也不過兩個月前 賴清德才講他的人事要幹嘛 超黨派 民主大聯盟 他的格源他就要超越黨派 各位到現在為止 你到底看到哪一隻眼睛 看到了所謂的超黨派 卓隆太也好 林佳龍也好 陳經德也好 鄭明謙也好 陳凱玲 陳忠諺 上面所有列的名字 當然也是不是格源啦 謝長廷 我只問一件事嘛 這是哪門子的超黨派 所以民進黨基本上 你就會發現他就是一個說謊 就是一個言不由衷 然後必然是經常雙標打臉的一個政黨 你今天看林佳龍 你這樣說白 林佳龍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派系平衡的產物嘛 很簡單啊 你這樣整個的 從官場的那個過程當中 就是一個驚奇啊 對 台中市長輸了 變成交通部長 大家現在真的不要罵他 當外交部長好不好 其實他當外交部長 我非常認同那個 楊明講的 當外交部長 他很深任 你知道為什麼很深任 我們外交部長找個 廢物去當中深任啊 不需要做任何事啊 外交部長那邊 我們WHA也被踢出去對不對 我們的那個國際民航組織被踢出去 我們22個邦交國斷到剩下12個 少了10國 掉了一半 外交部長都沒事 你能想像林佳龍上去能出什麼事 沒事的 外交部長是絕對不會下台的 所以外交部長是誰做都能升任 林佳龍做不做不重要 可是你去看他交通部長 他都能當交通部長了 交通部長才真的需要專業的好不好 交通部長那麼需要專業 他都能當 外交部長為什麼了不起 所以就是派系平衡 仇雍的產物嘛 你不能讓他總統府民主長 現在沒事幹嘛 總共有個安排去 不然像鄭文燦這樣多可憐 一個鄭文燦大家已經是 已經在眼睛看著他覺得好可憐了 你看那個林佳龍嗎 不能那麼過分啦 所以一個鄭文燦出來這個 祭旗就夠了 要降低失業率 要降低失業率 對不對 要降低民進黨 因為我們的要員的失業率 以鄭文燦為代表即可 林佳龍還是要給他位置坐啦 所以其實新潮流可能競爭比較激烈 他剛好正國會那邊每次要平衡 就你吧 就林佳龍來吧 來 雨萱 所以這件事情很怪喔 因為外交部長本來傳出第一時間是許思檢嘛 許思檢他是功能型的人物啦 他不是比較不像政治人物嘛 那後來莫名其妙是跑一個林佳龍出來嘛 那跑一個林佳龍出來之前 前一天才有一個叫陳茂松的說 啊 林佳龍啊 別吃阿兄啦 有沒有 在那邊大吼大叫嘛 叫龍太不要吃那麼兇 但實際上龍太有吃嗎 沒有啊 不是龍太吃的啊 是賴清德在吃的嘛 那這跟賴清德喊話嘛 所以隔天已經跑出來 你看到林佳龍突然講一句話說 我興趣很廣泛 他說他興趣很廣泛 我第一次聽到有人求官求成這個樣子 誰會說我興趣很廣泛 那你掃廁所行不行 可能也不行 他好沒關係然後果不其然外交部長消息傳出來了 傳出來之後呢 林佳龍馬上貼了一篇以總統府秘書長的身份 然後跟外賓然後會見相關的臉書跟照片 感覺是喜滋滋的 但隨後呢又傳出一個消息說 哎呀 是賴清德再三拜託林佳龍的 林佳龍才終於來 這個位置到底怎麼回事啊 到底是林佳龍求官還是賴清德拜託 但我講白了我覺得林佳龍這個位置坐不久 林佳龍這個位置坐不久 因為第一個啦 到底任命林佳龍的目的是什麼 我比較傾向是喔 賴清德呢有找林佳龍 但林佳龍呢也很想要當官 他就是只要有官他都得當 他都要當 反正求春的嘛 所以許司檢查被排掉嘛 對不對好那林佳龍當了這個官 他對賴清德要有用處啊 否則講白了林佑昌也什麼都沒有啊 林佑昌甚至還一度傳出一個消息 要去黨秘書長 然後後來有莫名其妙這個消息又不見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顯然不是善意而來的喔 而要林佳龍去其實最主要就是一個原因嘛 讓吳昌謝下台嘛 這是要讓吳昌謝下台嘛 吳昌謝跟賴清德之間 各位你不要覺得那沒什麼脈絡 再來第二件事情 請問一下外交部 我們都在笑他沒做事對不對 各位你去調一下一年多少個預算 而且立法院能不能審查 很多都不行 機密 機密預算不用跟你講 機億機億這樣誇 所以到底前一任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問題 導致賴清德現在想說 我改一個人改一個派系來去操控 最主要的原因其實還是跟錢有關 那個叫原外預算 當原外預算 對對對 是很不好的 唯一 是有了 我今天問一下 就是 誤會 從劉一 就 誤誤會 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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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官你不知道吗 那真的是官脸 因为那种脸型在中国的官 那叫什么 方投大尔 误入歧途 那你一讲本来想做什么 做生意啊 我现在退休节呢 我现在过得比较舒服 所以大使本来没有想当官吗 做公务员很辛苦 我跟你说 政大的 绝大部分都会进入政府部门 很大一部分 政大出来的 他的文化都是这样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就是都在考 就是往 关的这条路上 我们班上一半都进外交部 跟新闻局 就是国际新闻人员 赖神士去当国民革命军 所以大使本来就是想要当大使吗 对 当然啊 你本来的愿望就是要当大使 那就是替国家服务就叫 也没想到当什么 当什么都好 为国家服务就好 政大跟台大的文化很不一样 台大都是怎样 想要推翻政府 是吗 政大就是要为政府服务 不像赖神那么好战 赖神好战吗 国民革命军 哪一个赖神 哪一个赖神 对哪一个赖神 他去当国民革命军 真的假的 赖神这样算黄埔第几期啊 我49 哦49 49 所以金房辅导长那个没有什么画面 就是一个示意图 过劳死 好的 哪有这样操 真是不平静啊 对啊 以后顾力修换他 都什么操了三天 就知道事情有多多 对啊 那个哪有这样操 三天不不 这样子不能休息 我跟你讲 他们那个一定缺冰啊 那个冰也没有捕食啊 哦就是冰不够了 对绝对不够了 所以大家奸着 对 一定是缺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 大平安 前大使接吻集 再见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国际事务专家赖月谦 主持人好 跟朋友 大家好 好 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金房部这边呢 感觉不太平静哦 有传出一个消息 辅导长 金房部的辅导长哦 连续三天执勤没有休息吗 就是国军进来进 就是频频的发生一些汉事的消息哦 那在金门守卫大队的王姓辅导长 在昨天凌晨被发现仰卧倒在这个预测里面 后脑有明显的撕裂伤 后来送医宣告不治哦 那这是经由这个投诉爆料的啦 那他说这个王南哦 也就是这个辅导长啦 连续三天被指派叫战情啊 还有战这个安全士官啊 所以感觉上面好像这三天挺操劳的 那是不是也反映出来现在国军哦 可能人力不够或是军心也因此不稳呢 那讲到了这个金门哦 其实现在在这个马席会之后 倒是看到两岸有一些比较和缓的讯号 一些曙光出现 比方说像是今夏争议 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哦 是联合报的独家 说这个陆方延宁五月初的时候 要去金门第二阶段的复谈 会在这个520之前哦 他说因为现在目前搁置了两个多月 那湖姓军人调课呢 他迷航到大陆也将近要一个月了 据了解现在陆船事件 两死的家属在520之前 可能会再去到金门一趟 来展开第二阶段的复谈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马席会后哦 呃应该也是大陆方面 就是比较和缓一点 释放了出来 就是可以再复谈的一些讯号 另外现在两岸的观光 也因为习近平的一句话 说乐见大陆民众 多去祖国宝岛看看哦 今天在股市上面就反映出来了 航空饭店跟旅行社都大涨哦 特别还有八档是飙到涨停的消息 因为很多旅游业者 都等这个讯号 等大陆的朋友们来台观光 等好久了 那终于听到这样习近平这一番话 那今天看看这个航空双雄哦 长荣航华航还有观光股 都爆量上扬 大家通通都买进哦 那甚至还包含了一些旅行社 三富五福灿星哦 都飙到了涨停 也反映出来大家的一个期待值哦 一句话让这个两岸的观光 是不是有回温的一个曙光出现呢 再来就是ECFA哦 因为其实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哦 很多这种讯息出来 就是ECFA可能要快要断掉了 有可能会在520前后 是不是就会终止ECFA呢 那这一次其实 前总统去到了中国大陆的访问 也有提到这个ECFA的事情 工商团体哦 也有在呼吁说 希望陆方是不是可以延长ECFA 这样子可以有助于这个经贸合作 然后也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交流 所以ECFA是不是也有机会 就是原本说要喊停 是不是有机会往后延 或者是喊停的这个事情不发生呢 这也是大家也在 瞩目当中的一个曙光哦 那再来美丽岛电子报 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民调出来 因为这一次嘛 前总统去中国大陆的访问 一直有提到一个关键词 叫做中华民族 就是我们两岸都是炎黄子孙 都是不可分割的 我们是都是同属中华民族哦 那台湾民众对于这个中华民族的认同 是如何呢 其实现在目前呢 我们的对于中华民族认同度是 百分之五十七点五哦 就是将近六成左右是 认同度还算蛮高 而且它是一个比较 美丽岛电子报 大家说可能会有机构效应 比较可能绿的色彩一点的哦 这样回答度还到了六成 所以感觉上面这是未来 是不是可以多做琢磨 让两岸沟通的一个基准点 也就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沟通 那年龄交叉比对哦 其实在四十到四十九岁 甚至高达百分之六十九的人 是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哦 所以这个是目前这个最新民调 看得出来台湾民众 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度 再来看到这个美国啊 感觉上面好像拉帮结派 又想要搞这个新世代的八国联军吗 你看哦 他先有这个巡异飞弹 跟这个无人机哦 他们就说啊 为了要防范这些 所以他们的伯克级驱逐舰 现在要增加公洋飞弹 他们计划在伯克级驱逐舰上面啊 要有这公洋飞弹来取代 现有的方正快报 就说对于这飞弹的拦截效率会比较好 而且连英国都参与其中吗 英国的国防大臣哦 他们讲说接下来 美就跟美国 日本会一起三方在2025年在印太地区来举行联合的军演 那就是说要释放一些讯号 点名的是对中国大陆哦 就说啊 基于社会的国际社会秩序的一个破坏者的强烈讯号 那美日现在他们还派遣了B-52轰炸机 那在这个朝鲜半岛附近哦 执行一场飞行超过33小时的这样的一个飞行任务 那CNN就讲说 嗯 这个是一个史诗级的一个飞行任务 感觉上面好像都是一些备战的讯号 那另一方面呢 解放军他们现在往太平洋的水道 真的要被封了吗 这据说哦 这日本的自卫队近期也在冲城地区哦 成立了第七反舰导弹连队 就说要阻止大陆想要跨越第一岛链的一个野心 所以日本也有这样的一个最新的军事上面的动作 但是中国大陆现在最新发布了 也是要制裁美国两家美器哦 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对台军售 所以大陆的外交部就讲说 对于这两家美器将采取反制措施 包含冻结他们在大陆境内的一些动产不动产 以及其他各类的财产 那对他们的高阶主管 不会再发与一些签证哦 不会允许入境 即日起这些措施就会开始实施 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些反制措施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 亮哥怎么看现在这个马锡会后的这个几道鼠王 美丽岛那个民调是去年4月做的 因为这个资料是我提供的 那是这样啊 就是那后来赖清德只拿到40%的票嘛 那现在有马锡会习近平又抛租民主任同这个议题 所以我相信现在做应该会更高 因为去年4月就已经57.5了 那这个民调很有意思啦 因为我们传统都会引用政大选严中心那个民调 那就直接问中国人跟台湾人 那台湾人就是高达61嘛 那纯中国人只有2.4 然后说我是台湾人中国人是32 可是这种问法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问人家你是不是中国人 很多人会理解为国家认同 那就会认为说我如果说中国人 那我是不是就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啦 所以有些人就会为中华人来回避 所以那个美利岛就是去年4月他这个民调 他就把他问成中国人他也问 可是他另外在问中华民族啦 那问中国人的时候 总体认同度只有28.8 可是中华民族就变成57.5 其实这个蛮明显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习近平的讲话 他事实上是用一个比较宽松的 就是说这个只要你认为两岸都是中国人 然后同属中华民族 那大家就可以坐下来谈 其实他这个是一个放松的姿态啦 因为我后来就看到金灿荣教授 也做了一个视频 说赖清德你只要认为你是中华民族 那也许有坐下来谈的机会啦 那习近平为什么愿意这样说 我觉得就是他对中国的发展有自信 所以他会觉得说你只要在民族认同上 那你可以认为我们就是同属中华民族 那大家就有谈的空间啦 那美丽岛那个民调事实上 你要细看他的各党的支持 那就更有意思了 因为我今天收到美丽岛给我这个 去年4月做的民调 然后他就发现 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 民进党里面有40% 可是这个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民进党里面 只有12.6% 我们讲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啦 是很广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对 对国民党比较有利的概念 比如说国民党你老是被人家问说 你到底是统派还独派 那这个问题坦白讲 你讲统一在台湾一定是少数啦 那你去问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 那讲到中国人 因为大家搞不清楚 你是不是广义包括要跟中国统一嘛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对国民党来讲 因为国民党长期以来在两岸的论述上 都有点消极被动 不太敢去说自己的立场 那我觉得这里就变成是国民党可以 讲的一部分 你就可以说 我主张我是中华民族 两岸都是中华民族 那我们都支持中华文化 那都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那我觉得这样子民进党就会陷入尴尬的选择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啦 就是说习近平他愿意这样讲 因为他大概也面对到 你如果问主权你是属于哪一个国家 那这个你要赖清德回答是非常困难的啦 那我现在就宽松一点 你是不是民主的一份子 你如果要问你是不是国家的一份子 是不是一个中国 我看民进党不可能回答啦 那你如果问说你是不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那如果这样大家就有谈的空间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坦白讲 我觉得从大的概念上讲 是一个善意啦 那这个也可以说是 马习惠所触发的一个 我觉得是习近平丢出来 对和平统一的一个最宽的论述 那至于你要不要坐下来谈 不是说直接谈统一啦 而是你愿不愿意先承认 你的中华民族身份 这个议题也不是习近平发明的啦 事实上过去就有人这样主张过 说是不是先从身份认同 从文化认同 从这样切进来 那这样也许两岸的空间会更大 好 请教杰老师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民众身份认同 其实这个资料 其实我看了我也觉得 哇 这个原来是这样 这超出我们常识的认识 对 可见过去我们在台湾的这些 好像觉得大家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 比较占多数 那这个 刚刚那个郭文元讲了 他去年四月就这个数字 那今年一定会大幅上升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变成就是说 反映一个现实 就是说大家对民族认同 大部分人都没有问题 都是中华民族啦 那这次习近平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大家都是同一个民族 很多是都是炎黄子孙 那很多是就是一家人的嘛 对 那所以他也没有讲到同一 他说家国的怎么样 他讲家国的团圆嘛 好像是这样子讲啊 那这一次马英九他对于 一国两制各自 一国一九二共识哈 等于哈各自表述 他也讲出来了 对 那这个过去 这个民进党一直讲说 一国两制大陆已经讲了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对不对 大陆马英九讲各自 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述的时候呢 习近平没有否定啊 所以问题就是说 这不晓得习近平有改变还是 本来就是大陆就是 就是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定义的 那这个情况之下 民进党宣传的一国两制 就是哈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说法话 事实上话 我觉得是很武断的 很武断的 那我觉得就是说 大陆这一次基本上是 展现了很大的一个怎么样 一个善意 除了是跟马英九在讲话的时候 他也跟这个啊 跟这个赖清德 这些独派也在讲话 对 他不是只对单一对象讲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 不晓得民进党内部啊 有没有像我们郭委员 对这个事情啊 有这么深入 治理行间的 前后对照的来认识了解 那不要就是说 大陆丢一个善意的球以后啊 那这边的民进党还要怎么样 还要还要还要 怎么讲呢 继续啊 让两岸的关系继续恶化下去 继续坚持下去 那当然最近这个 这个我瞧补一下 嗯 请说 美国之音第一时间对马锡会 是乐见 所以希望两岸继续对话 对 所以 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清楚的 而且这个我想陆续 可能会有有关马英九 这是二次马锡会以后的 台湾的这个民调陆续会出来 陆续会出来 这个事实上看 现在各方的反应来讲的话 事实上都是很正面的 都非常 大家希望和平 大家希望两岸啊 很多事情都能够做下来谈 都能够解决 大前提现在已经 更为更为宽松了啊 大家都是中华民族 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啊 这个这个前提之下 都可以都可以开始 一种善意的互动了啦 那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台湾 我们是不希望两岸关系继续 受到外力的主导 我们也不希望两岸关系继续受到外力的主导 这个外力主要是美国的政策 一边导向美国 完全不考向台湾的利益的话 这不符合台湾人的期望 我们台湾人我觉得主流就是和平 就是怎么样 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 那么在血缘上 在这些文化上就是分不开的 那历史以外的政治问题 也没有人立刻叫把它去 去把它一下子把它解开 那是要一个一个解慢慢慢慢解的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马银酒去真的是 带回来了很多非常宝贵的一些 对于化解当前两岸紧张局势 更往紧张局势走得很多的怎么样 通关密码回来了 那希望这个银党政府能够 这个尤其赖清德 他们放弃意识形态吧 一切从台湾的2300万人的福祉出发 不要用自己的意识形态 把自己的眼界跟行为的弹性 东东缩限起来 这是对台湾不利的 对 这是看起来有几道曙光 但是就是看赖清德他们那边 能不能接住这些善意的求 然后给予善意的回应 让两岸回到善意的这种沟通往来 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期望也太多了 因为我们看到股市涨 我估计大概一日行情 因为民进党的当局已经 尾盘叠了 对 民进党当局已经回应了 而且是很恶意的回应 因为习近平讲得很明白的 就是希望大陆的朋友 多到台湾来走走 要台湾的朋友多到大陆来走走 那你看民进党当局就没有打算 要让大陆的朋友来台湾走走 那么也没有同意 我们的观光业者组团 让台湾的朋友到大陆走走 你看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就把这个善意就把它推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高兴太早了 第一个 马英九这次到大陆访问是成功的 所以美国国务院在第一时间就反映 表达赞赏 他肯定乐见两岸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对话 那赞青德很明白的说不可以怀疑美国人 绝对不可以 必须完全相信美国人 所以美国人的美国的国务院都肯定马英九 那谁在批评马英九 谁就是跟美国人为敌 谁就是否定美国人 谁就是违反赞青德的不可以怀疑美国论 都是民进党在骂 陆委会第一时间就很贵 你这个陆委会啊 你应该赶快下台啊 你对不起赞青德 赞青德说美国人都不可以怀疑的 美国人 国务院已经说 我很乐见啊 那你怎么可以批评呢 所以我觉得这些怀疑美国人的民进党的当局 应该要立刻辞职 限罪 这个因为直接违反赞青德的指示 这还得了啊 另外我们谈到了一个两岸 目前来讲两岸的人民 最大的公约数就是同属于中华民主 大陆这边100%可以这么说 最有少数 台湾这边至少六成以上 所以最大的公约数是同属于中华民主 中华民主的灵魂就是中华文化 谁要去中华文化 谁就是叛徒 就是台湾民众的叛徒 因为台湾的民众绝大部分都是中华民主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下 谁要再去中国化 谁要否定中华文化 谁就是我们台湾的叛徒 好 你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给你看 你为什么穿这样子 他还特别穿着像这个 好像中学生 女服装 哇 今天我们小编还可以穿女仆汁 你这泰国制 高中还大学的 真的啊 所以是芋头的 这个到女仆餐厅要加价的 真的吗 原味的 赖老师跟亮哥 赖老师是原味 我是原味 然后大使跟亮哥都是芋头 对 因为刚好几个人跟我讲 你看这个就是性格 芋头 芋头派跟原味派 今天因为你们礼拜一吃过了原味的金钻布丁 所以来试吃奶酪 有原味可可香芋跟芝麻 所以亮哥吃的是芋头 你那个可可也不错 我吃过 我没有可可 桌面上那个啊 这不是啊 这原味啦 我原味的 这个是那个金钻布丁 金钻布丁 金钻布丁 这是布丁 这是奶酪 奶酪 所以请大家把握 食鸡 我们这个今天吃的是芋头口味 是选用上等芋头 绵密Q弹 每一口都是芋头的浓郁滋味 那这个 奶酪的奶味很 奶酪 但这一场不是芝麻奶酪 不是 不是原味奶酪 芝麻的单子 好 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最新 TPBS的平台圈圈选物上面 来买到这些 那现在这个限定价格 一盒是520元 两盒的话 因为圈圈选物刚开战 大家可以去选购 我们之前 卖过的一些什么泡菜啊 脆皮猪啊 通通这边都可以买得到 但是价格还是要买 我们现在活动 就是节目当中推的是最优惠的 那如果你现在买两盒的话 可以直接打88折 平均一盒大概是400多块钱 那一口气买到4盒 大家组团买的话更便宜 平均一盒大概413 而且还可以再打入这个30购 就是大白话专属的折扣嘛 那如果不是大白话 观众也没有关系 一定要把握这一次机会 因为它卖得比 他们店里面还便宜 所以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连结 复制出去给你的亲朋好友 如果喜欢吃这个 银波布丁 然后再特别介绍一下 我们银波布丁 是连蒋经国都爱吃的好口味哦 蒋经国不可以多吃 这是之前讲的这个报道哦 那其实他是去到了 阿霞饭店里面 那最后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银波布丁当做甜点端上来 他就说哇 民间还有这样子的美味啊 那讲完之后就让银波布丁 这个当时就这样子 民气红了起来 所以这80年的历史哦 他就是一直传承这样的一个 正宗的老味道 很多台南的大饭店啊 还有东亚楼啊 这些餐厅都是一定要指定用这个银波布丁 当最后的饭后甜点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 就把握我们这本周的时间哦 今天最后一天嘛 到礼拜天 所以今天是试吃最后一天哦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布丁的扎实度 因为有些朋友说 哦很扎实很扎实 可是不知道到底有多扎实 我这样拿着这个位置可以吗 给大家打开来看看 你看 平常我们布丁哦 就是一拨开它就倒了 可是它这个你看 侧面就像是这个整块 这种完整的豆腐一般 哦很扎实 所以它吃起来的口感很绵密 入口即化 里面又有这个鸡蛋 又有这个黑糖的香味 很多老人家哦 就其实吃起来也不会太甜蜜 非常的好吃 三个老人家 我没有说你们哦 没有呢 你这样子害我怎么说呢 这个是什么口味 原味吗 你是少壮派的 也要剥开来吗 原味的是不是 原味奶酪 真的好吃 好吃 我还没吃过呢 那个奶味很香 给大家特写一下 崔玺你要吃 好活泼 哎呦呀 他好大一块哦 崔玺你不能有 没有办法 一碗就口啦 对 崔玺你不能有偶包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给大家看就好了 你要一碗就口 要距离近一点 不不不 没有 崔玺有偶包 我就给大家秀一秀就好了 因为我们的团队们等一下要吃 我吃了他们就不能吃 其实买四盒是便宜的 一个不到五十块 对啊 他真的 因为你一盒有八个嘛 都没有看过这么便宜价格 他们自己店里面卖的都没有那么便宜 店里卖将近六十块 对啊 店里面一个八十是不是 六十六十 六十哦 有六十到八十 因为他开有很多款不同的 对所以最贵 最贵的是八十 我这家非常有 这家在台南已经八十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美日飞峰会 登场了 你看到这样子一个英雄登场式的合照啊 小马可是拜登 岸田文雄还要从这种羊角这样拍上去 他们就讲说这个接下来要展现出来美国对日飞的防御 坚弱铁甲 这是拜登对他们的一个讲法 就说我们的共同防御协定一定会站在你们这一边的 所以说如果菲律宾遇到任何的船舰 飞机在南海遭受到攻击都会触发美飞之间的共同协定 那他们也是严正关切说中国大陆在南海的什么危险行为 然后说中方阻止菲律宾在仁爱礁这边的运捕作业是危险而且破坏稳定的 所以他们在这个全球面前展现出来 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这个小多边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感觉上面是要围堵中国大陆 可是菲律宾自己本身国内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菲律宾办公室的前主任 他说菲律宾已经成为美国的傀儡了 在最糟糕的事件当中我也无法想象 美国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让我们重新回到傀儡的位置 我们国家的参议院在1999年把美军的基地从这里赶走了 我们那时候已经成功了摆脱了傀儡的地位 但是现在准确的来说为了要遏制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挑战 那美国的霸权他就是拉拢了日本跟澳大利亚 这三国三边联盟 但是菲律宾已经成为这三边联盟的忠实奴仆了 还有杜特蒂也接受了环球时报的独家专访 他提到南海原本很平静 但是美国让这里充满了争吵 所以他是不站在美国这一边的 其实他现在本身杜特蒂在国内跟小马可是吵得很凶 就是大家意见不同就觉得没有必要好像变成美国说什么就跟着做什么 那他说菲律宾政府以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这些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础 那其实原本南海是很平静的 可是美国人来了之后现在变得吵吵闹闹 而且感觉好像战争一触即发 所以菲律宾本身对于小马可是的做法都有存在非常多分歧的意见 那再来看看这个岸田隐习院感觉难凶难地 因为现在岸田的内阁支持率又创新低 根据这个日本时事通信社11号发布的 他们最新的民调显示 他现在目前内阁支持率已经掉到只剩下16.6% 比起上个月还降了1.4个百分点 也是他现在目前成立以来 这个内阁成立以来最低的支持率 更让大家觉得这个美国 就是日本国内这个炸锅的事情是 岸田文雄去到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 向美国的军人鞠躬献花 我们来看看画面 就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 这样的一段画面在日本的网络上面 跟民间炸锅了 他们就说你怎么会第一件事情去到美国访问 竟然是去向美国的军人鞠躬献花 所以他这样的行为在日本引起了轩然大波 很多的日本的网友都在网络上面 X上面痛骂就说你到底是哪一国的总理 岸田总理你自己都没有去参拜 敬国神社 然后结果你却前往了阿灵顿的墓地 证明这个日本是完全忽视的态度 甚至还有日本的网友讲说那是不是你应该让拜登来访日的时候去 敬国神社呢 所以完全是触动了这个日本的敏感神经哦 他这样的一个作为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韩国这边因为影席月的国会选举是大败的情况下 BBC就讲说这影席月是被冲打倒 执政党惨败的一个情形 那他说当初影席月就是以韩国史上最小的差距 他得票率只赢对手0.7个百分点而当选 而且他的支持率一直大概都维持在30%到40%而已 上个月甚至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 他至今为止的工作都做得非常的糟糕 所以他在国内是不得民心的 除此之外 还有这个法广也讲了 他其实这一回的国会拜北 已经让他变成了跛脚丫 包含了万圣节彩踏事件 还有现在这个大葱事件 他不知道葱的价格 以及他的这个第一夫人金剑锡 一连串的丑闻 还有他的岳母 卫造财务文件这些事情 都已经让大家对影席月非常的不满了 所以反映在这一次的国会大选当中的大败 但是呢日本也看到了这个韩国 这个影席月大败的事情 那我们看日经他们有一个讨论 他说恐怕接下来 这个日韩的历史纠纷又会再现 因为大家也知道 影席月还对日本的国旗局过功 就是好像遇到了日本 他也是这样子半跪姿态 让韩国人非常不爽 但日本人挺高兴啊 觉得说 你好像这样子是站在我们日本这一边的 所以他们就担心说 如果影席月这样认同日本的立场 未来他如果下次大选 败了 然后变成共同民主党再次执政的话 恐怕韩日的合作也会再出现变动 但是现在日本韩国乱成一团 可是他们最终还是要转过来 要跟中国大陆见上一面 因为现在韩国大操大半的在想说 五月底的时候 五月二六二七 想要举办这个阔别四年半的中日韩峰会 但是呢 现在中方的态度其实目前都还有变数 可是韩国好像这样紧锣密鼓 一定要办这件事情 为什么你明明是清美还要转过来 要求中国大陆呢 到底是不是因为你自己现在本身在 国内跛脚的这个问题 那你看到 可能一方面也是因为北韩 现在也有一些军事动作 赵乐际他现在去访问了北韩 而且呢就讲说 现在是要启动中朝的建交 75周年的友好年 那其实韩联社就报道了 接下来这可能这个动作就是为着 金正恩要访问中国大陆 应该会是在下半年的时间来访华 这也是事隔五年再一次的习经会 所以紧锣密鼓的五月份普京访华 然后接下来下半年也会有习经会出现 所以感觉俄罗斯 北韩 中国大陆又要连成一线来对抗 所谓的这个美国联盟吗 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亮哥怎么看呢 我们请摄影大哥拍一下 你看岸田从去年六月到现在民调就从来没有上升过 那岸田事实上他想要用这次的访美 来拉抬他的支持度 完全无效 继续往下跌 这表示日本民众根本就不买账 那因为九月日本内部的总裁可能要改选 那岸田现在想办法就去消灭党内的挑战者 所以安倍派不是被解散吗 那他就希望拜登能够挺他一下 让自民党内部没有挑战者 可是问题是你民调那么低 即使你在执政 坦白讲你也没有办法凝聚日本的国家 现在我还看过另外一个叫政党民调 自民党现在在日本的民调只有28 好低啊 可是呢其他的政党都不到10% 然后没有任何政党认同的有41% 所以我跟你讲 日本这个政党体系已经瓦解了 就是没有人 就是像岸田搞这一种 什么地缘政治联盟啊什么的 日本民众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那你再去对比尹熙悦 尹熙悦是第一个一面倒向美国的嘛 结果他这次国会惨败 他这次惨败主要是 人家集中选票去支持李在民所属的政党 那尹熙悦的平调是比较高啦 大概有30几左右 可是呢 这个我们知道韩国一直是两大阵营嘛 就是亲美跟反美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尹熙悦如果未来他的老婆再出个什么事啊 难保他党不会分裂啊 因为蒲警惠就是这样 蒲警惠就是因为发生闺蜜事件 结果他被弹劾啊 因为韩国的国会议员是300席 弹劾要三分之二 就是要200席嘛 那目前在野党是175席啊 蒲警惠被弹劾是234票 表示他所属的政党是有可能分裂的 所以这个尹熙悦最好不要犯错 犯错他的政党如果分裂 搞不好你变成第二个被弹劾的总统 可是现在中国大陆就比较 就觉得中日韩峰会 如果没有明显的好处啦 那我为什么要开 那现在最急的就是韩国 就尹熙悦啦 因为日本毕竟亲美的力量还是比较大 可是韩国就不是啦 韩国现在是李在明的势力 来势汹汹啊 那大家就认定李在明 那个政党大概就是下一任的总统 所以事实上尹熙悦后面那两年是很难做的 好来请教介老师 对岸前这次去美国 我觉得他还是外长出身 当然阿灵顿国内部 他不是第一个去的日本首相 那个安倍就去了 可是从日本的角度真的 我是说美国的总统绝对不会 到日本房绝对不会去他的禁国神社 对 那因为这里面有很多 这个在二次大战杀了很多美军的 这种日本的军人在里面 对 所以这个当然每个国家想法不一样 我不晓得日本他们国内怎么想 我有一点其实我看到 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这是他这个开三边 是高峰会的会谈 又是一个摸字形 美国坐中间 然后呢 日本跟菲律宾各坐两边 其实这个安排 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没有国家都平等 可是呢 把日本跟菲律宾摆在同等地位 我觉得日本的国民的心里 会觉得很受伤 再怎么讲 日本也是中等 中等国家好了 middle power 对不对 那你菲律宾呢 菲律宾是靠日本在援助的 怎么到了美国 虽然都是大老板 可是你也有个老二老三嘛 对不对 结果跟菲律宾等量奇观 我说真的日本的社会来看起来 会觉得怎么日本轮漏到这个程度 其实他们在这个部分 因为外交形式就代表实质 那这个做法 我觉得你看那个场景 我会觉得奇怪 日本难道外务省 都没有人把这个问题看清楚吗 你这样是太顺从美国 可是你今天日本的地位 被美国摆得跟菲律宾一样 那你日本的国民心里怎么想 国际社会怎么看 所以我觉得是 岸田这个民调 在民间的身亡一直掉 我想他应该很多事情 没有想清楚 不够不够细 不够好 思虑的不够周全 那看得不够长远 那不过这一次说实话 怎么讲呢 也很尴尬 这三个好 这个各国的这些 不过从拜登到这个岸田文雄 到这个到这个小马可思 声望最高是小马可思 岸田掉到16% 然后拜登是不是能够连任 岌岌可为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真正 小马可思还有任期保障 可是另外两个这个比较大的国家 这些元首 基本上都不晓得 明年此时 那么是否依旧 桃花是否依旧笑春风 对不对 那就变成 这两位可能都不在 那这种 很可能会造成 人去楼空的感觉 那而且说实话 这三个国家之间 美国跟这两个国都已经有最高等级的攻守同盟条约了 你还能往哪里进呢 对 70年前的格局你也没打破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潮短线 然后对于整个权力结构啊 区域权力结构啊 没有什么大的改变的一次啊 一次演戏而已吧 所以现在感觉好像都用外交秀来掩盖内政 那岸田平起平坐是得分 得分啊 他怎么得分啊 因为岸田这样子做 我和日本国民对岸田心情要给他扣分啊 好 用外交秀来掩盖内政 我们来问赖老师 美国真的是已经越来越不行了 因为北约内部里面乱成一团 我们看到他们对于乌克兰的问题 莫衷一事 那直接已经受到欧盟的这个外长的直接的挑战了 那法国也直接在挑战北约 那美国的影响力跟领导力 事实上大受打击 G7也同传异梦了 你也看到 法国现在极力的要争取 习近平五月到法国去访问 然后德国的总理 马上就要到中国大陆来了 而意大利的 现在在接受 在接待这个王文涛的一个访问 你看在欧洲的三个国家 那么已经跟美国没有站在同一个阵线上 俄克斯基本上来讲它的功能并不大 因为英国是一个没落的 已经不算是一个海权的国家了 英国已经不是一个卡 澳大利亚六万的军人来说的话 更不是一个卡 那搞了一个俄克斯 其实是一个提效皆非的一个组织 所以我们看到 在QUAD来讲 印度跟美国现在是若即若离了 情况并不十分理想 美国现在在想办法搞一个美日非 或是非日美 或是日非美的联合声明 可是问题是我个人认为 美国开始接受考验了 不是中国接受考验的 是美国开始要承受考验的 为什么 联合声明里面讲的钓鱼岛 美日的安保已经拉到最高阶了 钓鱼岛涵盖在内 你知道吗 今天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就在钓鱼岛的12海里内来执法了 那你美国呢 你的太平洋舰队 你的驻日美军 你敢做什么 你能做什么 你日本的海上支援队 跟海上保安厅 你敢做什么 什么都不敢做 那弄了一个声明 浩浩荡荡荡的 结果我告诉你 海警船就在12海里内 执法 那你日本跟美国 尤其美国是不是都考验 那另外 你说 搞了一个美日飞的一个 在南海的联合声明 菲律宾 你敢去 仁爱骄 敢去黄岩岛 我敢保证你根本不敢去 你去了帐班赶走 该喷水住了喷 该赶了赶 然后你美国 敢把军舰派过来 就实战演练 所以到最后 你考验的不是中国大陆 被考验的是美国 那也就是说 你美国的军力在南海 你根本起不了作用 现在的日本跟韩国 为什么民调支持度 低成这个样子 这两位难兄难地 这两位难兄难地 完全倒向美国 也就是岸田上来 跟尹徐约 完全倒向美国的时候 那么为什么民调支持度 低成这个样子 这代表日本跟韩国的民众 他们对于美国的态度 已经在转变了 也就是过去把美国 捧得像神一样 他们现在不认为了 我觉得这个代表 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跟形象一直在往下走 现在只剩下美国 还能依靠的是谁 就赖清德 绝对不可以怀疑美国 他还是神 这个就是就赖清德 你做得到 了不起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就忙回来 他以为每天拜啊 对啊 真的 要美国啊 拜登要好好疼惜 这也能转过来 这个也能 真是 暗箭难防 真的 谁知画风 一转能转 这么久 有 右上 纳坦雅虎 谁伤害我们 就伤害谁 我觉得他这个 实际有点流氓 13分 他先打伊朗 然后再说伊朗包袱的话 你就再伤害我 这次有点流氓 他是不是有点什么 怪异啊 觉得他这个人 怪怪 疯疯的 他就把人家大使馆炸了 临时馆炸了 死了十几个人 然后说你报复我 我就 就是欺负我 这个流氓 他说他在炸恐怖分子 有 怎么办才好 所以现在美国说 中国要不要站出来 跟伊朗说说话 你来求我 你来求 美国是 你找苏利文来求 话说我们的那个logo 全部都用打字的处理 金融时报的打字 波音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轮胎又到了 掉了 他好害怕 怎么办 现在要选空八的机票都比较贵 他问题他还有一个 邰哥你那时候搭飞机 你选空八的比较贵吗 有吗 有比较贵 没有 应该差不多了 我现在真的是有点压力 可是我现在在看机票 就看空八的比较贵 主要还是看时间吧 波音七三七校的 我选的时段都只有波音 因为我是做红眼班机 红眼班机哦 我早上七点半 空八有红眼班机 也不是 我必须五点半到七点 感谢您的观看 好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题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 伊朗跟以色列现在真的好像已经快打起来了 就连美国都急了 金融时报报导说 美国要求中国帮帮忙去告诉伊朗 不要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他们已经跟一些相关国家 比方说像是中国 土耳其 沙国这些国家 甚至一些欧洲国家都说 你们赶快去跟伊朗说一说吧 敦促德黑兰 不要因为以色列空袭 就要有一些报复的行动 那米勒甚至还告诉大家 过去几天我们跟欧盟 欧洲的一些盟友也都进行了接触 他们也都去跟伊朗发出一些讯号 就等于美国拜托大家一起劝劝伊朗吧 其实美国束手无策了 他没有办法让伊朗喊停 喊咖 那只好说就是比方像俄罗斯啊 像德国啊 他们也跳出来就帮忙喊话 德国的外交部长跟这个伊朗的外长通电话 就讨论这个中东目前的局势 莫斯科也呼吁伊朗保持克制 所以只能说大家都劝劝伊朗不要真的动手 那美国还预计说 这个时间点他们这个官员们自己讲说 应该伊朗袭击 就是是不是自己安慰自己 伊朗袭击以色列 看起来势在必行 但是那个幅度应该不会被卷进去吧 你就说美国我们应该不会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反击被卷进去吧 所以他们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些综合判断 但是伊朗的外长讲说 我们这些回击是很合理的 这就是要惩罚侵略者的一个合法防御 这是必要的 因此他就算跟这个德国英国澳洲的外长 通过电话之后呢 他还是强调说他们的这些回击是有必要性的 那再来看一看 伊朗恐怕会要发动核战吗 华尔街日报一个独家消息 说现在这个知情人士透露 最快在24到48小时之内 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的南部或北部 来发动一些攻击 那这个听这个伊朗的领导人通报的一些人士表示呢 正在讨论袭击的计划 但是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可是以色列日报说他们有接到消息 上周五在一件月的时候呢 伊朗的高层命令他们的核机构制造炸弹的这个机构 正在制造一些相关的炸药 现在目前大概他们有拥有150公斤浓度 60%的硫 所以他们担心伊朗的这个报复行动 会不会透过核武来进行 那这个影响就非常严重了 所以现在相关中东的国家都在呼吁说 不要到这个地区去旅游 因为可能真的快要发生战争了 纽约时报甚至讲说他们观察到 伊朗这两年来一直在约旦河西岸这一边 不断的这个注入武器 恐怕约旦河西岸也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引爆点 那伊朗甚至还扬言说要封锁荷姆斯海峡 要这个第三次的波湾战争如见再显 那这是伊朗的海军司令他们说 如果遭受到攻击或是威胁 他们就会直接封闭波斯湾跟印度洋之间 唯一的水道就是河姆斯海峡 那如果一旦封锁的话 恐怕这个油价就要飙破100美元 而现在这个连金价 大概也是只差10美元 就要占上2400美元了 都已经占上了历史的高点位置 但是以色列现在也不退哦 我们看纳坦雅胡 态度上还是非常的强硬 甚至他回应伊朗 他是讲说 谁伤害我们我们就伤害谁 我们来听听 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很担心 他们的民调显示说 恐怕现在的政府 没有办法持续到2026 有84%的犹太人认为 现在以色列的政策 恐怕会增强了哈马斯的力量 甚至还有一个新的调查 就是Politico讲的 就是美国也在评估 就是伊朗这个跟以色列之间 能怎么样去帮助以色列 但是这个伊朗又不会来 报复华盛顿 他们现在已经在做 这样子的一个内部评估了 不过在网路上面 已经开始在流传说 攻打特拉维夫的相关照片 X上面也开始有一些人 在转发这个 但是要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错误讯息 现在目前还没有爆发冲突 只是说真的是迫在眉睫了 彭博社甚至讲说 这个伊朗对以色列反击的话 恐怕会进一步让这个加萨的冲突 更加的扩散 好 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亮哥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伊朗 反击的那个规模有多大 比如说以色列有28个外观 现在已经关起来了 特拉维夫 他把GPS关掉 伊朗说他48小时内就要开始展开反击 那现在都已经第六天 还没动 显然他还是有一些顾虑 不是说他不要打 而是我觉得他想要选择一个可控范围内的攻击 他认为如果失控 那搞不好就是纳坦雅胡乐见的状况 纳坦雅胡就是希望失控 打越大越好 这样就可以把美国卷进来 纳坦雅胡就可以继续当总理 那美国现在是希望 以色列你就换个总理吧 那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 你就看到以色列突然去炸 叙利亚的伊朗师冠 你不觉得很巧妙吗 这个 以色列这个时候有什么理由要去 怀疑圣臣旅要打以色列 这个是很奇怪的逻辑嘛 所以我认为就是纳坦雅胡故意的 他就是要引发伊朗卷入 然后希望这个战争 要到达一定的规模 然后就可以让他打哈马斯 这个战争可以继续下去 而且他不用走人 那美国也会无可奈何 因为如果伊朗打以色列 那美国就没有选择了 因为美国全国一定反对伊朗打以色列了 所以伊朗现在就是要去想清楚 他自己那个反战的反击的规模 他是要炸一个点就算了 他是要炸好几个点 无人机导弹还有没有别的 所以一定反击只是规模大小 还有啊不止啊 还有什叶派民兵要不要动 黎巴嫩真主党要不要动 那那个就是地面了 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介入 那恐怕就打完没了了 因为以色列事实上从加沙 撤军大概七千人 就是回去 那个以色列跟黎巴嫩的边境 而且前天 那个黎巴嫩真主党有一个指挥 刚刚也被打死 我觉得也是故意的 就是以色列大概希望 我坦白讲 这个是纳坦雅的想法 他已经杀红眼了 我哈马斯倒亡 我就继续把黎巴嫩真主党给消灭了 我觉得他的想法可能是这样 那这种情况当然美国就希望 这个大概要用一个可控范围 可是美国讲话是没有用的啦 现在最主要是俄罗斯讲话 所以伊朗就要想一想 因为俄罗斯也不希望把事情搞成这样 这样变成 这样变成比较难以解决啦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也不会乐见加沙战争扩大 所以现在就是有各种力量 可能在折冲之中 可是伊朗最终还是会反击啦 那只是说什么叫做可控范围这样 好 来文莱老师 内塔尼亚胡目前的做法 有点像流氓一样 我觉得有点超过 他先去炸人家伊朗的领事馆 炸了以后 然后他再说 谁伤害我我就伤害谁 好像他是受委屈的一样 好像他是被攻击的一样 那这个就好像说 我先打了你 我欺负你 然后你反击的时候 你就是伤害我 所以我一定要再把你伤害回去 我觉得这个没有这个道理的 就是说我可以欺负你 你只能忍气吞声 但是你不可以反击 你一反击 你就是对我的造成伤害 我就一定要再反击你 我觉得这个不对啦 这样子很不对的事情 我想国际之间 只要稍微有点讲道理的 那么都不会认同 有这样的一个流氓的一个行径 这个行为太流氓了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 要平息这件事情 其实方法最简单 但是也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以色列只要惩罚 谁下令的这个人 惩罚他 然后我想这个事情就可以平息 但是怎么可能会惩罚呢 因为以色列内坦尼亚胡 就是一个下令者 他会做这个决定 主要的目的就是把美国拖下水 那你会看到他的一连串的一个动作 就是要把美国拖下水 美国当然不愿意被拖下水 因为美国知道这个事情在扩大 那这个整个中东地区的战火一开 那就已经不再只是 以色列跟什叶派之间的问题了 逊尼派也到最后会被捡进去 因为伊朗的外长 今天已经打电话给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跟阿联酋 还有伊拉克的外长 他们都已经通声息了 那么都强调 就是说必须要团结一致来对抗 这个以色列 而且对于哈马斯的 对加沙地区巴勒斯坦的问题 他们必须要都团结在一起 所以等于是他已经在进行政治的动员了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 因为他们的最高领袖 已经下了一个决定了 已经下达指示了 也就是说这个仇必须要报的 必须要有复仇的这个行为 那目前伊朗所对外公布出来的讯息 其实很明确了 不以以色列的平民百姓为对象 所以要不就是大使馆 要不就是以色列的军事设施 要不就是政府组织 政府的机构 那也就是说只针对于内塔尼亚湖的 政府跟军队来打 那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他是有节制 有限度的这样的一个反击的行为 那如果说假设今天他打了 以色列就忍下来了 那这个事情也就解决了 但是如果以目前 以内塔尼亚湖的反应来看 他是一定会在反击 那不是就是要把事情升高吗 升高的时候 伊朗就会看你美国接不接入 美国一旦接入 那就是封锁 赫尔木萨海峡 我想这个部目前的放出来的讯号 就是告诉美国我下一步会怎么做 我觉得这也告诉全世界 也告诉中东地区 下一步他会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讲 都是把民的态度都表现出来 那就要看你 最后你美国怎么做选择 好 来请教杰老师 现在这个国际的油价已经在上涨 这个是美国就已经会开始受到影响 因为这个会影响通膨 美国如果油价 国际油价一直往上涨 影响通膨 另外一个俄罗斯也会赚比较多的钱 对 那俄乌战争的话 俄罗斯那个 这个军火的这个钱 又有潮落了 所以呢 我觉得伊朗是算得很精的 我觉得他一直在敲这个战鼓 可是呢 他的飞弹 不晓得什么时候射 要怎么射 所以他不断的 一步一步释出来这个讯息 不过现在就是说 伊朗跟以色列 伊朗跟美国之间纠纷 基本上都还没有攻击国土 本土 虽然有 以色列有过 可是他也是这种 也是一种插边球的方式 那这一次事实上 他打的是伊朗在 叙利亚的大使馆 的领务部 怕他整个炸掉了 当然 这个当然是 伊朗的认定就是说 照国际公法 这个我海外领事馆 就是形同我国土 我的自己的国土 所以你都是攻击我国土 可是呢 这个国土跟真正的 真正的国土 还是有这么一点差别 所以你以色列 你今天伊朗如果说要去攻击 以色列的国土的话 那他的报复 事实上 就有升高这个报复了 那也可能会招致 下一次以色列就直接攻 伊朗的这个本土 所以呢 现在就是说 到底伊朗要怎么回应 我觉得伊朗正在怎么讲 他先造成一个风声势 目前 虽然是悬而未发 已经对美国造成很大的威胁了 那当然如果整个动乱的话 那是国际油价会影响影响很大 那现在油价上涨的话 事实上伊朗没有商 这个俄罗斯大专 俄罗斯有利 然后呢 美国会受影响 所以呢 这个国际事务都是签议法动全身 那伊朗 本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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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开始大致 自己的两个评估法 在到 TJ510将 就是这种集大 已经成了 这种集大 开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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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来宾 首先要介绍是耶鲁真学博士郭正亮 大平安 还有咨询媒体人陈慧文 大平安 好等等呢 巧新我们一起来加入我们 不过先来看到是今天上午啊 巧新也在这个场合里头 因为立法院在表决蓝绿 第一次动用到什么 动用到院长副院长 加进去投票 好 基本上呢 是这样的 因为呢 在国民党这边他们有一个停砍公教年金案 那当时呢民进党他们就讲说他们要提出复议啦 那所以呢就开始进去表决投票对吧 第一案在表决的时候 结果呢说是平手 所以呢要再重新表决一次 这一回呢 哎蓝赢因为加了这个蒋启臣 结果呢他们就多一票 险胜一票 哎不对啊 他有好几个案对不对 等到第二次在投的时候 怎么突然变成平手了 不是刚刚赢一票吗 现在为什么变平手 好没关系 因为平手就再投一次嘛 再投一次 先是立委 才是院长 所以韩国瑜他是可以加入投票的 韩国瑜在这一次呢 他投了反对票 把这一案给否决了 第三案同样的状况 由韩国瑜才是投票反对 那当然啦 在整个过程当中 民进党是喧喧闹绕的 你来看看吴思瑶 他们的干事长什么说的 他们说哈 哎呀这个院长副院长啊 意识不中立 说他们怎么可以投票呢 哎这个讲法就让大家开始在问了 说这样的思考逻辑是对的吗 他们也是立法委员 他们为什么不能投票 对吧 好了 然后呢 为什么会中间会差那一票 本来都是应该显胜一票 那就过啦 那为什么后来又少一票呢 啊没有 就是因为发现了 今天好像礼拜五 有很多的委员 他们可能他们有其他的要事在身 所以呢波基哥就讲了 说他发现国民党立委 卢献一 在第二案的时候 没有再参与投票 所以才会造成双方平手 但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韩国瑜才有机会 在这个时候 表态来表示说呢 哎 他其实也是可以来做最后的投票 可以表达意见 先来看看这画面 在这部一大量级保持议堂的 是锦华 我们要念一下表决结果 出席94人 赞成47人 反对47人 弃绝离人 所以本案由主席裁决 本席决定反对 付议案由通过 不会让我们进行 反对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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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呼吁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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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直在講請中立請中立 那當然我們在講的這過程當中 我們其實也有問到陸委員辦公室啊 他有說委員立有行程先請離開啦 但不管怎麼說 這一次韓國瑜加入投票了 好過去這幾年9年多來 沒有過平手的狀況嘛 因為過去就是民進黨多數 哪需要平手 應該結束了嘛 那這一次因為平手 所以讓韓國瑜投票 結果許智傑怎麼講的 他說韓國瑜不演了 第一次看到不中立的立法院長太傻眼 但意思規則是不是先搞清楚呢委員 因為其實在立法院裡面 哎很多事情還是有他的規則規矩存在的嘛 譬如這個民主基金會 好啦現在呢基本上韓國瑜就是董事長了 那羅志強他就直接講 講說民進黨其實呢 基本上就是想黨滷業中 原因總統任命執行長 他說我自己也當過總統府的覆密 我怎麼會不知道有這個慣例 啊盧業中呢他自己則是講了 說其實呢要來跟他講話的那個當下 他說第一次跟韓國瑜見面 是人家引見的 因為他們兩個根本不認識 而他見到韓國瑜之後發現 跟媒體寫的不太一樣 因為過往媒體很多對他有評論 但這一會兒他覺得韓國瑜展現的是溫暖 讓人一見如故 所以他也感到相當的例外 而這一次這個幕後有很多的報導 可能呢大家明念的有很多各式各樣的講法 但說法其中有這麼一個叫做 盧業中呢是濃厚的政黨色彩 為什麼因為他們就特別提到了 說盧業中還沒有被提名就出面放話 並不妥當 且執行長如果政黨色彩濃厚 恐怕會造成國際社會的誤解 大家就想問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過往這幾位執行長包括了黃玉玲 包括了徐思潔 這兩位就真的 政治立場這麼樣的不濃厚嗎 因為這兩位基本上跟民進黨之間的關係 是大家都知道的啊 那要怎麼樣的標準才算是標準呢 其實說到韓國瑜現在 就連余美人都說他不一樣了 他們兩個人上次見面是在什麼時候 是在大甲媽洗假日 他看到了韓國瑜 他說他想要保護這個位置 不能讓院長立法院長位置有所損傷 所以他是非常嚴格的要求他自己 因為那天很熱很多人 但他還是正式的小背心衣就穿著 然後穿西裝打領帶 那個態度就是不一樣 有刻意的在束縛自己 所以呢有知情人士在講了 說他有刻意的改變 以前被放大的包括什麼 包括說他愛喝酒啊遲到啊 他不愛上班 他現在這幾個月來 他是一一的各個急迫 當然也因為這樣 看到他的某一些這個聲望 或是民調數字 都在調整當中 往上走當中 對比的是誰 過往年輕人很喜歡的 這個柯文哲 現在呢則被發現說 哎好像他 雖然人在南部這裡 但是問題是在北部這邊呢 哎很多的事情可能需要他來處理 因為黨中央這邊必須要來回應了 蔡碧如昨天在臉書上投 發文開嗆民進黨中央 說為什麼符選的海報沒有我 尾牙沒我就算了 符選海報上面也沒我 他就講啊 選舉不是就是要團結嗎 哪有說不需要誰幫忙的 今天對這一題 其實柯文哲先前已經有在說了 說是誤會啦 不要意氣用事 只是這也讓大家看到了 民進黨這個民眾黨這個茶壺呢 可能正有一場風暴 正在行程中 回過頭請教亮哥 你們怎麼樣來看 好今天上午的這個三度平手 讓韓國瑜以院長之資 第一次來投票了 這個朝野平手 院長本來就可以投票啊 這哪一國都是這樣 只有英國那種制度 才是那個議長就完全 他連那個選區都不用改選 你去看美國議長是不是要投票 如果平手的時候 所以這個許智傑這個就是胡說八道啦 本來就可以投票 反而是民進黨以前這個國會就是過半 那為什麼游習官跟蘇嘉全都曾經進來投票 你們兩個為什麼要表態呢 為什麼一定要表達你的政治立場呢 知道你沒有必要投票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完全是正常的啦 那當然國民黨未來 這個不知道我不知道這個禮拜五的投票是不是突襲啦 不然照理講國民黨加民眾黨是超出蠻多席次的啊 怎麼會平手呢 這個當然是危機啊 就是柯建民不是說要天天假動嗎 那以後柯建民都選禮拜五來假動 柯建民今天自己好像也不在啊 他沒來 對啊 柯建民自己今天也不在啊 大概三四個人以上也沒到 哦 這樣子啊 所以兩邊都有缺人就是 王定宇就沒來 所以這個案子事實上沒什麼了不起就是了 其實上禮拜的也沒什麼了不起 他只是上禮拜是說那些案子要進到委員會討論 他們連這個都說要突襲 OK 好啦 大概就是這樣啦 那盧業宗這個我覺得 民進黨也大概知道自己理虧啦 因為民主基金會如果韓國瑜 決定把自己跟盧業宗綁在一起 你如果不讓我提執行長 我就不當了 我就不當董事長了 這個民進黨承受不住啦 因為什麼叫國會外交 國會外交就是 國會議長的外交嘛 是不是廢話嘛 那國會議長要外交 連個執行長自己都不能夠指派 而要由你總統府來任命 這像話嗎 事實上 未來大家都會看到吧 裡面有外交部的人 外交部長也在 總統府秘書長也在 那他們也不會是省油的燈啊 外交部長就林佳龍 林佳龍耶 林佳龍還有那個總統府秘書長 是潘孟安耶 兩個人是省油的燈嗎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不要再堅持這種 你再堅持下去人家就會懷疑喔 你真的很怕 盧月忠進來查你的帳 坦白講啊 這個我們也聽過盧教授的一些評價啦 他實際上是很溫和 很實在的人 那你是硬要逼國民黨進來查帳嗎 就你怎麼會心虛成這樣啊 還要硬要去扯說 這個是總統提名 你去看張誠嘛 張誠就不是這樣寫的嘛 你要來拗 張誠是白紙黑字耶 那未來本來就是立法院長 外交部長跟總統府秘書長都在裡面 所以我認為這沒什麼啦 我相信大家也會知道 台灣的外交相當困難 所以有一些必須要做一些 靈活的安排啦 這個我想大家都知道啦 那可是就是說這個 這個輝文咳嗽 我也跟咳一下 可是有一些就是 韓國瑜當然要進來看 你以前怎麼亂搞嘛 所以他當然要做一些調整啦 那可是也不會 完全跟你外交部總統府秘書長都對著幹 我看也不會這樣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倒不用擔心啦 那至於韓國瑜的人設調整 我想已經很多人都觀察到了啦 這個余美仁是最近跟他 進接觸才感受到啊 那事實上這三個月我想他很多人都感受到了 就是他正在調 然後就是一個立法院長的樣子啊 那我認為到目前為止是非常成功的 立法院長的樣子 因為過往呢 什麼上個星期不會聽到嗎 國民黨裡面有些人就會認為說 是不是他必須要跟黨這邊 要了解一下黨的意志啊 什麼再近一點點啊 立場啊等等問題 因為每一次民進黨就會跳出來講說 行事意識中立啊 院長中立 哎這一回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嘛 他也是立法委員啦 所以當兩邊平手的時候 第二輪他就是可以投票 這一切都意識規則 但是他們還是在喊說 韓國瑜不言了 來小心 其實呢我們當時就講嘛 就是民進黨想要用中立兩個字 去把韓國瑜作為一個立法委員的 所有權力架空 因為這樣的話就變成是說 國民黨選了一個院長跟副院長 那只是讓整個國會 國民黨少兩席 然後這個議長副議長完全沒有任何功能 他們想要的是這樣 但是韓國瑜院長會這麼笨嗎 會變成他們當槍使去了嗎 會被民進黨利用嗎 我們當時就說絕對不可能嘛 所以這次47票比47票的時候 按照議事規則 就是由立法院長投下那一票 這次總共三個案子 都是民進黨要提複議 就是說要大家再考慮一次 那哪三個呢 第一個是這個公跟教 第一個是公教人員的年金改革 要重新討論 第三個案子是這個所謂 陸配的身份證6改4 這三個民進黨都不同意這些法案 那我們就併案之後 變這三個案子 那韓國瑜院長他過去 他在競選期間 也都針對這些議題表態過啊 所以他的立場非常清楚啊 所以他投下反對民進黨的這個票 有誰會感到很意外嗎 其實不會的 那只是說我們自己有在檢討說 這幾個覆議案有需要讓韓院長投到票嗎 而就是我們自己國民黨立法委員假動沒有百分之百到 然後要讓院長副院長來幫忙投票 這件事情我們要自己檢討 但是有些人會問說 那你們不知道今天少五個人嗎 為什麼要投票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早上八點的時候我們就知道 假動我們就少五個人了 然後現場呢 書記長就有提出幾個方案 詢問大家的意願 就是說 因為民進黨也不知道他們來多少人嗎 那到底 那我們是要下一次再投呢 還是說這一次就是我們到現場出席就好了 需不需要表決 那現場有來的所有立委都認為要表決 輸也沒關係 因為這幾個案子 其實那只是個別委員的提案 後續都可以再由別人在提 他並不會影響到這個法案本身 但是我們覺得這是要增加假動的紀律性 意思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們假期動員了 然後只是因為有五個人沒來 我們本來要表決的事情就不表決了 那所有人都會覺得 那以後我也可以不用來沒關係啊 以後我沒來 反正別人會等我啊 紀律問題啦 所以我寧可在這個小議題 不會影響到全局的案子上面 我們投輸 如果真的投輸了 要該檢討的是誰 是沒來的那些人嘛 我們有來的人 我們已經投票 我們表達我們的立場 既然沒來的人害我們整個輸掉 他們要不要負責 當然是民眾要他們來負責 這樣子以後 大家才會把假動當一回事啊 所以這次我們對我們自己的假動出席 是不滿意的 所有國民黨的委員都是不滿意的 在群組裡面我們也自己 有要求所有委員要自律 也有很多的委員講說 我也有很多重要的行程 我家裡有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今天大家選我們做立法委員 就是要在表決上看到你的名字出現 所以今天看到江啟成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人數差不多 然後還在現場四處長 看到江啟成副院長走進來投票 在第一個投票的時候 大家非常感動的 因為他那時候他在接待外賓的 他有他本來的工作做的 但是他就說投票很重要 他要給鄉親交代 就是說軍公教的年金改革 陸佩斯改革 這是我們的重大政策 你不投票 上面沒有看到你的燈亮了 我們怎麼回去跟鄉親交代 所以江啟成副院長也知道 他是副院長 但他也是立法委員 所以他投下那一票 心安理的 而且我們都給他鼓掌 然後第二案的時候 剛好47比47 那我們自己就 又是在檢討自己說 我們當然知道 韓院長會投下反對票 跟我們站在一起 可是我們就是很不應該 怎麼會讓院長 在這麼不重要的議題上 就要站出來幫我們投票呢 所以民眾黨也有人沒來嗎 民眾黨沒有投 沒有投啦 民眾黨八位都沒有投票 他們是沒有 他們沒有投國民黨 也沒有投民進黨 他們直接沒有投 所以我們就覺得是 要透過這次的事件 然後呢 要求國民黨整體的紀律再加強 結果最後呢 民進黨也在罵自己人啦 他們什麼王定宇啊 我看王定宇早上6點多 在立法院打卡 結果呢 投票的時候人也不在 然後現在說什麼 是他辦公室主任什麼狀況 怎樣怎樣 反正大家理由很多 然後陳廷菲PO了一張照片 說他打點滴 反正每個人開始 都有很多的理由跟藉口 但對國民黨來說 沒有任何的藉口 就是嚴格的黨紀處分 以及未來每一次假動 不是玩假的 一定都會投票 如果你沒有來 是你自己要跟民眾說明 嗯 確實啦 因為這個呢 基本上是很多人在意的議題嘛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就應該要表態出來啊 因為今天藍綠 在這個真正要開始對決的時候 嗯 一票每一票都很重要 來請教一下輝文哥 這個剛剛巧心講的重點 就是幾個案子其實沒那麼重要 那沒那麼沒那麼重要的話 院長副院長不用投 其實就不用跟民進黨在那邊繳禍 那民進黨利用上次這個院會的時候 這個國民黨啊 沒有人不夠啊 就複議然後亂七八糟 其實這個都不是真正的決戰啊 好 但是我看到韓院長去投票 這個江啟臣副院長去投票 這個當我會被人家講話 這個當沒有意識不中立的問題 本來院長副院長在表決的時候 他是主持意識要中立 朝野協商要中立 但是真正要表決的時候 譬如說人事同意權啊 最後這個法案要說 院長副院長有必要 當然可以投票啊不然呢 不然他不是立委嘛 他當然可以投票 那剛剛亮哥講到那個民主基金會 讓我引起我的咳嗽喔 那剛好巧心實在是太好了喔 因為許曉信是外交官委員會的委員喔 當然要查帳啊 你們混了21年都不查帳 立馬好的 為什麼不查帳 對不對 民主基金會 21年拿了幾十億不用查帳喔 沒有這回事啊 當然要查 我去要報告他們都說是機密耶 拿什麼機密 沒有機密可能 民主基金會拿什麼機密 又不是怎麼搞什麼 不要來這一套 有機密喔 對 亮哥 這個如果說我們很敏感的 真正的對外的工作的話 我相信巧心他會拿捏嘛 不能公布就不能公布 但是如果像是補助民進黨活動那一種的 對不對 什麼國務卿那種的 就是問這個啊 他說涉及民進黨的機密 不能提供 我想請問巧心 那個民主基金會的東西 有沒有抖內給周育寇的 我也要查一下喔 這個我要查 那我最後講一下這個 我不是很理解喔 這個王淺秋沒有來 我很在意喔 知情人是說韓國瑜以前被放大 這以前被放大 因為淺秋是以前韓國瑜的新聞局長喔 他說韓國瑜愛喝酒 韓國瑜在高雄市長 那一年六個月有愛喝酒嗎 韓國瑜愛遲到 他有遲到過 被人家修理 蔡英文跟賴清德都沒有遲到過嗎 來來來 說韓國瑜不愛上班 這就問王淺秋 王淺秋說韓國瑜不愛上班 他當高雄市長才當一年六個月 他不愛上班 這我說真的 前一陣子韓國瑜去參加一個 這個春酒的活動 人家倒給他的這個 他以為是茶 結果喝下去是威士忌 他立刻就吐掉了 他很介意啊 我來好意參加你們的活動 你怎麼把我陷害 他已經不碰這個東西了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子 他很生氣啊 這個你乾脆說韓國瑜不批公文好了 這個是一個綠色的名嘴講的 結果那時候韓國瑜在高雄市長的時候 他只好把公文堆起來 開直播給大家看 這是我批的公文 什麼叫做我不批公文 我不愛上班 我愛遲到 我愛喝酒 這到底 這個志祺人士你到底是誰啊 你說什麼小話我都聽不懂啊 這個就是他當年在高雄市長的時候 被抹黑被圍剿的事情啊 你是志祺人士嗎 我看你比較像1450啊 你去問王淺秋就好 因為王淺秋最清楚嘛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跑行程單哥的遲到 那是事實 他真的有遲到 可是他並不是慈客模 他不是故意遲到啊 對不對 然後說什麼他什麼 什麼不批公文不愛上班 這個都講過頭 但是我非常同意剛剛亮哥講的 就是韓國瑜他這個人設的部分 目前兩個多月的這個時間 很辛苦 他這樣很像民調變很高什麼的 但是都很辛苦 為什麼 因為那個東西都跟他之前 所有的放大金跟美光燈 都在對著他 所以沒有那麼簡單 你以為民調這麼好撐的嗎 所以我覺得美人姐的觀察 他們在正南宮的近鄉 看到他的韓國瑜的改變 其實燕雲我也很開心 但是我知道韓市長韓院長很辛苦 那沒關係我們都幫你加油 好不好 你要繼續hold在那裡 因為這個不是100公尺 這是4年的馬拉松 一刻都不能鬆懈了 4年啦一刻都不能鬆懈 當然啦 在今天這一局 我們也想要跟所有的委員說 一刻都不能鬆懈喔 我們先進廣告 我們會痛 沒有痛 他就會覺得反正沒差 因為副意代表覺得你們還是贏啊 而且我們再找別人提同樣的案子就好啦 對啊 後面幾個禮拜提進來就好啦 只是丟臉而已嘛 那我不用為了維護幾個人的面子 然後我們正式不做這是不對的 而且會養成錯誤習慣 你們假動不到現在拔一萬嘛對不對 因為不是一萬其實不痛不癢 重點是你的名字沒有在上面之後 大家會回去嘛 會開始說是誰沒來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裡面大家當然都是好朋友啊 可是我覺得 既然我們訂了這個規定 大家就要遵守啦 對 團體就是這樣嘛 團體生活嘛 對啊 對啊 不然大家都要作戰的時候都沒有人 大家都嘛很多事情很重要 所以 今天以後 大家就不敢在會期期間 然後還什麼出國的啦 什麼不在的就不會了 還是會啦 才一萬 沒有但是因為 現在都是因為真的表決了 然後 你現在 因為很多人現在開打電話在罵說 你們自己不來 然後韓國瑜還要被罵 還要讓院長被罵什麼的 就會有這種 又比較有壓力啦 那個叫做輿論壓力 因為就算今天沒表決 他們還是會被罵一萬 是啦 只是差別在於說 大家知不知道而已 然後要不要承擔那個後果 對有沒有被公佈於眾 差別在這裡 出國那個顯然不在 你一直在加碼呢 要查一下王定宇是不是在台北 他打卡在立法院 人不見得在立法院 那個人不在喔 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喔 他常常好像都會 那個打卡可以 以前就打加卡 記住 對 上次那個 問他租屋事件的時候 大家曾經有去柯南過一次 今天人有沒有叫大同區出學 對啊 欸 他說的不是我們喔 不代表本來立場 沒有本來就會有可能經過 靈哥說的不是我說的 他說的 他說的 而且他們明鏡拿著 住宇在廁所痛嗎 王定宇 說沒有來咧 這邊你聽到嗎 我媽祖 我媽祖母 快點去打電梯 所以嘛 你這個一表之後 大家就會那個了 就是要很多 要跟自己相親解釋嘛 那我看那個柯建民 我們的總召還沒有發文 柯建民也沒來啊 對啊 他也沒來他也沒發文 柯建民最不該 因為他就出來隔壁 而且是他發假洞的啊 你都 他出來隔壁啊 他就隔壁 你都一直在給人家 然後他自己發假洞自己不來 這實在是 因為上禮拜 他們去突襲那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們前一天晚上 就知道他們有假洞 可是因為黨團他們都有告訴我們 說評估那些他們現在要做的案子 跟完全不會影響到任何意識 因為他們在做的只是說 我們有幾個委員他們有提 預算凍結案 然後呢希望讓這一些 預算凍結案 進委員會審查 對 所以他這些案子 他還是會進委員會審查的 他不是就被解凍了 都沒有 所以那時候他們就覺得說 因為那時候在那個 地震期間嘛 然後有這樣 傅崑崎委員他在花蓮嘛 然後這個事情 又不真的影響到任何意識 那就看他們想怎樣 就隨便 我們也沒有要檔 所以其實當天投票我仍在現場 可是呢 黨團就說這個東西不需要參與 然後我們就 對然後也沒有假動這樣 然後可是也因為 後續就有一些 明朗一些操作 然後又講說 你看他們怎麼樣怎麼樣 那大家就覺得說 不能這個要化被動為主動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好啊 那你要表決是不是 那就來表決看看啊 然後所以我們昨天就有發假動 那你知道每個禮拜五 你們都要真的是 我們今天還有大家有在發言講說 其實就現在的狀況 就算沒有要做任何事情 也可以假動 為什麼假動一定要做任何事 就是叫大家都來啊 那就逼著民進黨的人也要來啊 光是這件事情就有意義啊 因為你住在台北啦 這句話 這個不是我講的 我是轉述大家發言 我是這樣想 但我是不好意思講 三句話也是有很多 要不要用啦 是 好 好的 今天 好 鄭運鵬要去高雄市當副市長喔 恭喜喔 唉唷 都沒有安排 怎麼沒有安排 這樣喔 人人有關做 陳經德都可以做的 誰不能做 這樣 這樣會不會引起 許智傑跟賴瑞隆的緊張 緊張會不會是黃姐 突然之間大家都緊張了起來 不會啦 這個是要選的 不會啦 鄭運鵬 你剛才受傷太大了 那是投行受傷啊 那人吞火在高雄很受歡迎 吞火在高雄很受歡迎 吞火在高雄可能沒什麼好 在我高雄 哇 你們高雄比較烈情 大家都放音 出來看 烈情啊 烈情的高雄人 都不用演講 只要表現這一招就好 小青的兒 vote 一半 不歡迎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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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現在政局持續的在變化 520即將要到了 你會看到有很多的位子已經開始有人出現了 現在傳出說剛剛從桃園這邊落選的立委 曾韻鵬他現在有可能要接任高雄市的副市長 市府這邊剛剛最新回應是說 目前沒有相關的訊息 但是大家也開始在問了 好像真的開始這個位子要開始挪一大法了 只是在此之前520到了 美麗島現在有一個最新的 到底蔡英文做的怎麼樣做這個民調 結果發現了他的信任度 滿意度通通會跌破眼鏡 為什麼是跌破眼鏡 因為他在此之前有一個問題是在問說 你覺得現在經濟好不好 65.4%的人覺得經濟不好 可是與此同時 51.4%的人相信蔡總統 52.2%的人滿意蔡總統的執政 大家開始在問 這個錯起來怎麼好像那個邏輯怪怪的 還是說因為總統也比較少看到他親自的講話 或是臉書上的發文也其實也比較少 網絡上面基本上呢 還是很多人聽蔡總統 會塑造出一種氛圍或者風向呢 其實在最近網路上討論最夯的是什麼 是這個啦 說苗神跟統神 因為苗博雅呢 在這個統神之亂裡面 現在呢被說是苗喪屍 然後他還趕緊出來說 哎呀我沒有那麼了不起啊等等 但其實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網絡上面的風向變化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呢 除了這件事大家在討論之外 還有一件事最近大家也都在討論的 是花蓮 花蓮呢你會看到有一些梗圖 大家開始還說不要捐款給花蓮縣政府 為什麼 哎這個作家出來說分明 說原因是因為他們亂花一通 這位作家叫李修惠特別表示了 2018年當年的花蓮地震呢 說沒了27億的善款 結果他去查發現氣死了 裡面竟然有100萬被拿去做地震的 紀念裝置藝術 哎就是這個啦 後來才發現哎沒有耶 這個好像是民進黨議員張美慧的提案 後來呢 現文化局就趕緊去找藝術家來幫忙做的 那這樣子是不是也應該要先搞清楚狀況呢 在這一次的救災過程當中 大家都希望能夠儘快的把所有的人都救到 把所有的人都救下來 好但是呢 在今天持續很多人在現場關注 看直播的就是什麼 還是有一些貓 兩隻雞三隻貓 還在這天王星大樓裡面 受困當中 那現場你會看到有一些的捕籠啊 然後裡面有放一些零食 希望能夠讓他們趕緊出來 但是在搶救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也在講 你也必須要注意一下救災人 他們的身家安全嘛 昨天這個畫面就在現場上演 以後誰幫我拆除 我們沒有家 我們已經沒有錢了 好後面再哭泣 這個是天王星這棟大樓的主委 他說現在呢 這個縣府願來幫忙拆的時候 你趕快讓他來處理 我們真的沒有任何的 財力心力再去處理這件事情 可是呢 還是有很多的愛貓人士來到現場 他們想知道是 能不能把這些小動物都救出來 好不過講中有一個動作 是比較為人所這個爭議的 而原因是因為呢 他在po文裡面強調 麻煩大家打電話 去罵 結果呢 大家就在講了 說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做的太超過了一些 他後來解釋啦 說沒有要求要一直停工 只是希望說一次把貓全部救出來 但是貓貓狗狗這件事情 當然大家也都很在意 是貓小孩嘛 只是耽誤到了整個進度 其實啦 在現場工作的這一些拆除的工人大哥們 他們也都很在意 邊拆邊留意 大家也都希望保全任何一個生命 只是說呢 有更多的人也需要照顧 他們可能還有更多需要他們來幫忙的工作 那這一些又應該要怎麼說呢 就在這一題大家開始來問 遇到貓貓狗狗真的要小心 原因是因為如果不小心傷到的話 網絡上面會不會又有另一層情緒 其實呢在這幾年來會發現了 當然啦 現在呢 因為我們說這個正風比較是文青風嘛 包括這一次的就職的這個郵票 紀念郵票呢 都可以看到貓貓狗狗 賴清德跟蕭美琴呢 他們一直以來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也常常會看到抱著貓抱著狗 大家都覺得說毛小孩很可愛很棒 但是在人之間你要如何來做選擇呢 譬如那個時候蔡英文 他有領養搜救犬等等 但是呢 當疫情期間他不發一言之語的時候 拜登的狗狗去世的時候 他馬上來留言 大家開始在問到底對你來說 什麼樣比較重要呢 回過頭我們也想要請教亮哥了 因為現在網絡上面有很多的調查 有很多的報導 有很多的梗圖 結果最新的這個美麗黨 他們所做的最新民調發現了 欸 即便啦 大家都覺得經濟不好 但大家還都是相信蔡總統 怎麼看 沒有 因為國民黨這個會期 我沒有看到國民黨在 對蔡英文的8年來做追究啊 所以你怎麼會知道蔡英文的不好 你有聽到 他從來不開記者會啊 其實討論這個議題沒有意義啦 反正他就躲起來 他也不開記者會啊 那現在大家看到的都是 那些爛部長啊 那不就賴清德阻隔啊 所以他都沒有受傷啊 那因為國民黨已經把焦點 向前看了嘛 不再往後看 去追究蔡英文8年的歷史功過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不稀奇啦 因為 再重複重申一次我們輝文兄的名言 賴清德520上台 你就開始懷念蔡英文 我看到這個阻隔 我真的已經開始懷念了 抱歉 所以真是嚇人 這個阻隔實在是 不可思議啦 不可思議 新潮流跟聲率佔比如此之高 簡直是 史無前例啊 史無前例啊 不可思議啊 這個苗布雷我真的是 但是這次是很肯定他 發現他當心靈 開導的導師 比他名義代表更濕潤 所以 建議他可以考慮轉行 可以當心靈導師 或者可以幫人家超度 不是超度 開導 開導 鍍化 鍍化 哎呀 講得好 鍍化 真的表現不錯啊 事實上 苗布雷就是對照吳征啦 我覺得苗布雷就是比他認真 看得出來 然後一講就講到要害 那這個就是 從政還是要認真準備啦 這個吳征作為借鏡 然後苗布雷也找到新出路 那我覺得花蓮這個事情 我看的真的是捕煞煞啦 因為照理講一個地震的救災 或者拆除了大隊 他應該有自己的SOP吧 結果竟然會發生這種 愛貓愛狗愛雞人士 然後跟 那個大樓的主委在那邊發生衝突 這我坦白講我在美國 在別的國家 我真沒見過這種畫面 台灣以前好像也比較沒有 因為人家都有他的SOP啊 是 該怎麼執行啊 而且拆除一定有實現的吧 怎麼可能那怪手永遠都在這裡 他也有別的任務啊 這個如果是縣府聘用的 一定有施工期間嘛 我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有這種事呢 這個現場好像都沒有人 可以來做施工規則 SOP的一個比較詳細的說明 結果就讓雙邊炒成一團這樣 然後就開始網路對罵這樣 不可思議啊 就不知道 台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是不是大家習慣都用網路 對罵解決這樣 這照理講 我們任何的行政或者專業團隊的執行過程 還是要有它的標準啊 該怎麼做 那動物怎麼救 我看這個雞跟貓都很靈活啊 都已經躲掉了第一時間的地震了 所以我覺得拆除過程 我覺得連那個拆除人員都這樣說了 我們會注意啊 這樣應該就夠了啦 啊地震都沒事欸 表示它很靈活啊 對不對 而且坦白講一定有很多人 財務還在裡面嘛 政見在裡面 人家急著拿出來啊 這個就是現實的狀況嘛 好其實講到花蓮 現在大家就要問 是在花蓮這邊是有些事情 馬上到這裡就會變得很藍綠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講到花蓮就會想到段儀康的名言 無法不鄙視花蓮選民 他那個時候呢 特別在2016年的時候還講到 說呢對選情太失望了 說大家都投國民黨 所以沒有辦法不鄙視 來曉星 其實這個花蓮的善款喔 大家先回去看 當時善款是有一個委員會 然後呢也是有監督人的 那監督人是誰呢 是當時的行政院長張善政 所以我相信張善政 他現在是桃園市的市長嘛 那他的操守 大家是非常信任的 他當時在做行政院長的期間 雖然不長 但也遇到了好幾件事情 包含在南部喔 也有一些災情等等的 他也都是 陸力從工 親力親為 也得到大家很大的一個好評 在馬前總統卸任前夕 那他算是當下 那也得到很高聲望的 一個行政院的院長 那在他的監督善款之下 你說裡面會有什麼問題嗎 我個人覺得如果真的有的話 那就請你舉出實際的案例 比方說像他們所提的說 那為什麼你要做裝置藝術呢 你第一個你先去看看 當時高雄氣爆的時候 做了多少裝置藝術 如果說你說 善款不能做裝置藝術 第一個先看高雄 第二個 這個裝置藝術到底是誰說要的 是民進黨的議員提案說要的 還有某一些像是 比如說要做什麼什麼事情 這些善款要怎麼用 很多也是政府希望說 他們能夠怎麼用 那地方他就一起來配合 那所以我覺得 因為你去翻過去的事情 然後叫現在大家不要捐款給花蓮 對於那些災民來說 我覺得真的很不妥啊 那些災民他們也很辛苦 很多地方要重建 那我又問 未來泰魯閣我們要怎麼處理 泰魯閣國家公園 難道要一直豐原嗎 我們光是要去處理 整個泰魯閣公園 重新維修之後打開 是要上百億的 那所以我想我們在國會 也會支持要有這樣子的一個預算 好好的來幫助花蓮 不要陷入到這個意識形態裡面 那談到這個蔡英文總統 他的民調很高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只要長期去看 這個細項就會知道 蔡英文怎麼做到的 他就是先顧好自己的基本盤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南部 對他的滿意度 每次都高達七成到八成 那其實台中以北可能很多 有的時候三四成而已 大多數人都不滿意 可是只要他常常講說 哈 你們都是死中的 只要死中的支持者覺得 我想要的蔡英文都有給我 那基本上就沒有問題嘛 所以為什麼要搞一個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然後在整個前瞻的分配上面 光是高雄市就拿了這麼多 因為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他穩住他自己基本盤之後 就算做的再差 讓大家輿論覺得他再不好 最後加總起來平均值的時候 你看到的結果 欸百分之五十幾啊 好像還不錯 就是他把握了這個效果 那過去嘛 前總統就是對大家都很好 就是對南部也很好 對北部也很好 那很公平 其實這樣做也很好 有他的一個道理在 可是最後的結果是 欸 像比如說 有些軍公教的朋友 就很生氣 然後呢 這個那你問民進黨的 雖然你給很多這個 在南部縣市很多資源 可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會因為這樣子 就比較支持你嗎 從過去的民調看起來 好像也沒有 所以才產生這樣子一個差異 所以最後我要講一下 現在的賴清德內閣 真的是老 綠 獨 男 連女性的比例都低到可以 然後呢 除了原本國安團隊 是用蔡英文的那些人之外 甚至全部都從南部帶來的 就連那個檢察官 都是在南部的時候 就跟賴清德認識 所以這是一個報恩內閣 就過去誰對賴清德有恩的 現在就讓你高聲 是 新教惠宏哥 晏瑩剛剛提到這個 我們花蓮的張美惠縣議員 他是民進黨現在在 花蓮最大咖的 他選過花蓮市長選過立委 最大咖還是他 那他提案這個裝置藝術比 比剛剛巧欣講這個數字 我來補充一下 我們那時候花了100萬 對 他們高雄花3900萬 這2014年的高雄七八花了3900萬 我想請問那個插畫家 我是不認識你啊 你是插什麼話呢 他是作家 作家 你說100萬很可惡那3900萬呢 可惡39倍嘛 我的數學應該沒有問題吧 你看這個影響是什麼 這一次的花蓮大地震到今天下午3點的截止的 花蓮縣政府的專戶 2億6千多萬 他2018的時候收到27億 那這個收到目前為止是2億6千多萬 那衛福部有一個專戶 衛福病收了6億到昨天收了6億 那就算加上花蓮縣政府的這個2億多 也不到10億 這不到2018的一半 那為什麼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你說要逼裝置藝術 我也反對弄裝置藝術 弄裝置藝術幹嘛呢 應該把每一分錢都 發給這個災民去救災才對 可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我跟各位講 這個很不公平 那我來講一下 昨天這個我也很奇怪 因為這個北迴縣 我不知道做了幾次 觀眾朋友 這個是火車 這個路線是火車 他卡到了火車 可是中間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蘇花公路 他這個落石是跳過蘇花公路 斷一道鐵軌來 你們到底在幹嘛 你們不是跟我說台鐵 不是已經公司化了嗎 不是說什麼邊坡都有管控的嗎 怎麼會這個 這是沒有邊車 幸好是這個輕微的受傷 他這個落石會跳過蘇花公路 斷一道鐵軌來 你現在叫我們這個北迴縣事 要怎麼走 蔡總統 蔡總統那天去法電坐飛輪機 我們一般要怎麼走 我們剛剛有火車放那麼多而已 怎麼連火車都不安全呢 對不對 然後台鐵還說 我們邊坡 邊坡會 我請問大家 蔡瀆格號上次那個不就是邊坡嗎 怎麼這次又是邊坡 怎麼每次都說這個想起的事情 就表示說這些東西 其實這個有點在賭命 你地震過那麼多天 還有落石掉下來 已經超過一個禮拜了 他就頭上來 火車過就出軌了 太危險了啦 到底在搞什麼鬼 鐵路跟公路 沒有一條是可以走的 我覺得政府這些 特別是剛剛提到說 這個只有十分之一的 到目前為止 因為衛福部的捐款 依照之前的關係都是一個月 他的慣例就是一個月收 可是現在花蓮縣政府才有 只有兩億六千多萬 只有不到上次 那觀眾朋友2018跟2024 我這樣比我很抱歉 就是說這兩次地震對花蓮的影響 哪一個比較嚴重 剛剛兩位前輩提到的 我們蔡魯閣的國家公園是 無限期的風源 那你還要問我哪一個比較嚴重嗎 是這一次比較嚴重 可是這次的錢收到比較 但是我也不怕得罪人 你說這次的上款這樣子 跟剛剛講那個作家有沒有影響 有 可是跟傅昆琦的作風有沒有影響 其實也有 但是受苦受難的是我們花蓮的鄉親 是 我們先進交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來說 陳經德是已經公布了嗎 工程會 已經確定了 他是賴清德這次很重要的競選幹部 可是IMB那個結束了嗎 還沒 還沒喔 有差嗎 IMB也沒事就對了 沒有 他的 你知道為什麼我知道還沒嗎 因為我有告啊 所以他那個都沒有回覆 我還出過一次庭 我還出過一次庭 然後那所以他結束會跟我講 沒有給我回覆就是還沒 陳歐坡是有證據是不是 什麼意思 不然陳歐坡為什麼不能選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能選 陳歐坡至少有直接的被發現 就是東西都那個 陳歐坡就是這個可以知道 對 就是IMB 就是IMB 但我是說我不知道剪掉那邊 OK 好 好 好 這個照片已經沒有陳清德 今天公布的沒有 沒有 他就是外傳而已 就像也沒有林佳龍 你看自己講的好像很高興 那個 那個經濟部長好像在搶 在搶喔 有傳出鄭文森跟黃志芳 黃志芳 以前那一個喔 那個小英的人 鄭文森是參局的人 這樣也要強 你看 顧立雄 這就多重要經濟部長 顧立雄要接那個國防部長嘛 所以現在就只是說 一個月內要做好軍中轉型正義教育 要開始推動 轉型正義 要在國軍裡面推轉型正義 他就把他 好來看到這個新內閣他們說這個叫做民主大聯盟 來今天所公布的第二波新內閣名單 五位裡面 依照卓龍森的講法叫做四位 是五黨籍 哪四位 一個是小野 一個是鄭明謙 還有鄭英耀 還有李孟宴 大家就開始問了 也許鄭明謙鄭英耀你比較不熟悉 但小野跟李孟宴 你真心會覺得說 他們五黨籍很沒有政黨色彩嗎 還是你基本上也覺得 他不是民進黨嗎 會有這樣一個疑惑一個問號 好到目前為止 大家就在講了 我們剛提到這幾個人當中 鄭明謙的這一次 蠻重要的 因為是法務部長 法務部有大家說 他是不是在沿用所謂的 因歸賴隨 原因是因為 蔡英文當年沿用的是蔡清祥 那個時候說 因為他認識他很久了 那個時候在WTO 在這個談判的過程當中 兩個人熟識25年 所以請他來整頓一下 那現在呢 他所啟用的這一位鄭明謙 自身媒體記者爆料了 說他基本上就是 賴清德的司法九截編 九截編是暗器 他說當年是什麼 也是差不多20年前 那個時候呢 賴清德遇到了這個行車糾紛 被人家給打傷 當下賴清德那個時候是委員 有跳出來說不要為難年輕人 但是呢 這位鄭明謙 那個時候是南檢檢察官 對他們求處重刑 所以就有媒體人這樣講了 說那個時候的這個作為 他的解讀叫做 漂亮的話給委員去說 要做的是我來殺 接下來台南有蠻多事情 基本上會跟法律這邊有點關係的 八八槍光電 邱莉莉惠選案 陳凱玲 今天也傳出說 好像有一點這個想不開 來陳仲彥 這一些到底未來會怎麼辦下去 今天有一個新聞是大家 是比較覺得惋惜的 這一位說當年第一名畢業的法官 他呢目前是在士林地院這邊來服務 可是呢疑似是因為辦案壓力太大了 他辦什麼案子 他辦台版柬埔寨案 結果呢說在昨天晚上 跟他的太太道別之後 墜落身亡 那整起案子到目前為止呢 雖然說有的有宣判了 但是還有人數過多 所以還有一批呢 可能要等到第二波再繼續宣判 那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網絡上的討論就是說 哇這水很深 還有人說到底是誰把他給逼死的 甚至覺得毛骨悚然 法官們則是講說很累這件事情 大家都說司法現在逢贏政客 真的司法政策毫無主見 法官案件附和年年上漲 管考也年年嚴峻 他們要如何承擔 到底有沒有在尊重專業的司法政策 聽到這裡你要問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這個司法改革之路 誰會讓賴清德請他來幫忙改革 傳出啦 說有可能會找謝長廷來擔任司法院長 好卓榮泰的講法啦 他們是講說 這個是總統的職權 但是呢 講到謝長廷過往 他是被卓榮泰尊為師父的 那有沒有可能現在會回來當司法院長 現在大家開始在討論 回過頭請教亮哥怎麼樣來看 這最新的第二波內閣名單 他說五個裡面四個五黨籍喔 不是啦這個 跟民進黨長期在一起的聲率 很多都不是黨員啊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黨員根本不重要啦 你是不是長期 那顧寬敏有黨籍嗎 顧寬敏長期也是自賴清德啊對不對 所以這個不重要啦 重點是 重點還是 基本上我覺得大部分的人 還是賴清德的人啊 比如說你剛剛講到那個法務部長 那謝龍介就回憶當時的狀況嘛 就是2004年那個 就是跟賴清德發生衝突 他們逆向行車 那結果賴清德被打嘛 打到四網摩出血 那後來復原賴清德也選擇原諒 那結果這個法官判四年六個月 他是用重傷害來判 那這個當然見仁見智啦 那可是可能就讓賴清德印象深刻啊 這個我覺得還是看他上任之後怎麼做啦 我也不會用這樣 你過去曾經跟賴清德結這個原因 來做大推論這樣啊 不過我是覺得這樣啦就是 賴清德的圈子真的很小啦 這個我們也看組閣看多了啊 因為賴清德這一次的組閣 他的所處境是跟陳水扁2000年是比較像的 是 陳水扁當年39.2的得票嘛 那立法院是完全少數啊 那賴清德真是40%對不對 那陳水扁那個時候用的人 真的很多都是無黨籍的 那個才叫真正的無黨籍啊 那時候 那時候蔡英文當立法 那個陸委會主委啊 就李登輝推薦啊 那個時候他跟民進黨真的沒有關係啊 還有國防部長 國防部長那個時候也是李登輝推薦啊 那個時候我算了一下 除了唐飛當院長之外 五黨籍不是民進黨的 有七個 嗯 可是人家為什麼看賴清德的內閣就覺得 好像不是新潮流就是深綠人 就是給人家這種感覺嘛 那這個不管啦 反正你的圈子比較小你找不到人那我有什麼辦法 或者是你找到的人 比如說童子嫻如果我點頭 我覺得就是大加分啊 可是表示人家對於 目前政治情勢混沌混亂 或者台灣面對的困境 未來問題可能很多 所以後來人家還是沒有來嘛 這個當然這個是對比阿扁啦 所以阿扁 坦白講我認為阿扁的圈子夠大 所以他找的人真的多元性就比較高這樣 是請教小新 真的是像亮哥剛剛講到的 第一個多元性不足 然後要嘛就是舊瓶裝舊舊 要嘛就是用人為親不為才 有一大堆都是他從台南帶上來的 然後有一大堆都是這個老面孔 甚至我今天看到最跌破眼鏡的是 謝長廷要讓他來當司法院的院長嗎 這個人家蔡英文好不容易 把這個大神請出去 請到日本就讓他不要回來了 因為他那個位置有人要 哈哈哈哈哈哈 結果人家你看蔡英文都把他排除萬難 一定要讓謝長廷去那 除了再嚴重的事都不讓他回來 為什麼 離越遠越好嘛 像這種大神就是你擺在旁邊 你麻煩嘛 那個嘴巴那麼碎 問題那麼多 結果呢你搞了一個卓榮太說 還真的把這個到時候請神容易送神難 再來陳經德 這個也是很誇張 就是說你競選的幹部你就很重要 所以讓他當工程會的主委 可是他過去被彈劾過耶 那照理來講難怪這個 沒有被彈劾的陳忠彥 是不是到時候也可以來分一個官位 所以過去跟這個賴清德胡群勾長的 現在眼睛一定都亮了 就連現在的那個檢察官 他們最高的那個檢察官要找那個 就是北檢的嘛 那也一樣啊 你在選舉期間是不是就是辦里長 然後辦林姿廟辦高鴻安 那有工 所以今天要找他來 這個也會使得大家就開始有一個問號說 你這種所謂的論功行賞 那是不是你就是要把整個政府當成是你賴清德個人的財產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這個內閣問題很大 我剛剛看到陳建仁說 要在軍隊裡面一個月內喔 就這麼剛好一個月內 要在軍隊裡面推國軍喔 中華民國國軍 要在裡面推動轉型正義諮詢小組 那你不就是在為顧力雄量身打招 我們本來還說他沒有專業做國防部長 現在有專業了耶 結果你國防部長不是來管整個國軍 你是要在國軍裡面推轉型正義 洗敵人心專業 洗敵人心啊 原來賴清德在言論自由日講的 是要在國軍裡面推軍隊國家化 他的國家是台獨 所以你要推一支台獨的軍隊 然後用這樣的國防部長 我真的很擔心未來台灣的情況 是 慧文哥請教 我比較詫異的是這一位啦 當然因為名單還沒有全部公佈出來 當然關鍵是這位這個陳菊 監察院長陳菊 所以等到整個內閣的名單公佈出來之後 我們再請亮哥來勾一下 到底是陳菊的人比較多 被點名過這已經是第二次了 那柯文哲會不會報恩謝長廷 我愛人生導師 要去路對不對 那司法院長會不會是謝長廷 這個我很歡迎啦 為什麼 因為觀眾朋友 這時候你就要來鎖定了 如果我們真的司法院長是謝長廷的話 我有很多故事可以講啊 我很高興 哈哈哈 亮哥也很多故事 這種人當司法院長 那曾經德當做什麼工程會主委 那個也還好啦 那有沒有這個可能有 那剛剛提到這個法務部長 26期的鄭明謙是黑馬 這個會讓法界會去關一個風向 就是說因為26期在我們這個 我的經歷來講話 我沒聽過他 表示什麼 表示他以前不紅 紅的我一定聽過 我沒聽過就是沒紅 但是你現在能夠閒於翻身 當法務部長表示什麼 表示你要去經營跟民進黨這些 政客的關係 你跟他關係好 等到哪一天他當總統 你就當部長了 過往的跟誰有過 原本變很重要 對 對 字幕君 李宗盛 字幕君 李宗盛 字身跟魯字身一模一樣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董字身 你爸給你取的任命 你爸還是你爸給你取的 我爸 他有沒有 字音字音 123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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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车中国 过往我们都会说主要的外汇呃这个交易等等都是对向对岸好可是现在呢说3月份我们对美国的出口同比增长是65.7%91亿美元 历年来单月新高这远远的超过了中方79亿美元大家开始说哇那这样看起来的话所谓的民主盟友之间要有默契的跟对岸保持一点点美好的距离好像开始了哦哎可是不对啊夜伦刚走之前他不是还在那边讲说美中经济没有要脱钩吗大家开始在问了哎日本好像现在对美也开始有一些数字上面的变化 韩国对美国对美国出口也开始超过了对中国的出口怎么就美国他们自己反对美中经济脱钩这么一件事情呢而说到这次马席会其实习近平他有特别提到说呢两岸之间他乐见大陆民众来到台湾感觉就是求丢给陆委会陆委会就直接回应啦那你要来才是有来有往� 如果说呢你们不先来那我就不会先释放可是这一句话其实对于台湾来说有很多的观光业他们是 继盼已久所以话一讲完话音一落马上就看到了观光股应声高飞那王国财呢大家也去问他嘛因为观光这边 微交风不管王国财讲法是应该要彻底开放啊哎可是还是要试对岸的回应而定那旅游月就跟你讲啊其实是怎么样 就是人家球已经丢回到你这边了嘛那你要有层级够高的人出来接啊表示我们欢迎他来或者是我们解除禁团令那才会对这个信号你是认真的回应对我们才是好事嘛那观光业旅游业这样的期待真的能够得到回应吗520之前太多事情必须要做了有几件事情现在他们也说赶紧吧谈一谈吧金门我们今天有金门代表董哥 金门这边大家就讲了那个钓客士官现在还在大陆那即将就要满一个月了是不是赶紧让他回来了陆委会的喊话是说这是很单纯的事件他真的是去钓鱼的是不是不要再拖了 另一个是什么另一个是所谓的陆传事件好先前不在金门这边谈一谈吗结果呢有的人都回去了因为他觉得你没诚意嘛现在说520前有可能会复谈那这个复谈你能不能让人家看到你的诚意 这当然双方的沟通管道就很重要了很多事情该谈该理解 其实呢大家就说了在两岸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台湾要能够独立的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你把它放在美中台框架里面那其实问题会复杂很多 毕竟美中阵友他们自己事情要解决 你看美国的航空业者呢现在要敦促拜登暂停批准增加中美航班 因为近几个月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飞航的这个航班已经从每天30几变到了50那慢慢的他们希望能够恢复到疫情水准 结果现在美国航空业说不可以不能再让他们增加了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俄乌战争之后美国的航班不能飞过俄罗斯上空啊中国可以他们就觉得这不公平啊 所以我们不能再这样子让他不公平下去不要增加 然后科技的部分呢哎他们发现了有四家中国企业偷偷的向解放军提供AI晶片 所以呢美国制裁他那当然人家就会回应你啦 中方这边就制裁你对中军售的两家美国企业冻结财产不准入境 两边是你来我往哎那台湾呢台湾应该要聪明一点嘛 回过头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啦我们现在520之前很多事情要做 马英九去过之后其实有些信号能不能接住来请教董哥 因为人家是头版高规格报道 习近平会见马英九 他没有用接见了 这人民日报代表的是中国大陆官方的立场 他对马英九非常重视 而且非常重视感情 这是非常看到的一个现状 但他跟马英九讲的话 其实是要讲给赖清德听的 你要上任了 那过去你们没有听过中国大陆最高领导亲自讲的话 那台湾其实都是假新闻啦 台湾从开始就一直讲 马熙慧是8号 然后后来其实人家从开始就是10号 他只是双方都没有发布 来的时候什么是在台湾听会面啊怎么样啊有矮话啦 那些都是假的 因为从开始谈就谈好了 就是在哪里就会见了 那东大厅建的都是各个国家或地区的领袖跟研手 就一直是这样 所以他其实规格是很平等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当我们现在的两岸关系 其实就是赖清德上任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机会啦 因为蔡英文已经很清楚了 各位朋友你看 苏启这件写的一本书啊 他就讲那时候李正辉时代 阿扁要上任的时候蔡英文接入委会主委 然后来见他 那蔡英文是要接入委会主委 苏启是要卸任的入委会主委 蔡英文很明白的跟苏启讲 因为蔡英文过去是 两国论的他们几个人周刀嘛 包括许忠利这些人 他就很明白跟苏启讲 我们执政以后 我们就是要开始搞 两国论 但是以后我们只做不收 收了会引起世界先南大破 所以蔡英文当总统就开始在做了 那做这一波其实你可以看到 对台湾来讲他其实有非常不好的影响 可是对赖清德来讲 他可能是一个机会 对习近平也认为说 如果你们换的是赖清德的话 也应该是一个机会 那这机会其实他有很多变相 譬如讲我们现在在对岸 有两个金人是在对方手上 一个游泳过去体力不及被救起来了 一个掉椅子后不小心就飘过去 也被救起来了 这两个都是现役金人 那我们其实现在两岸本来 该有的善意 其实在金门跟夏文 那时候有两个移民 就是因为跟我们 等于说业界补役后来死了嘛 那你今天看到 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自己的善意 我们一直用很仇恨的心 没有用人道的方式 然后在这边处理事情 那现在连尸体都不还人家 说尸体在我手上你来谈 不来谈我尸体就不还你 全世界最残忍的 其实就是蔡正如 然后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谴责 说台湾怎么那么野兰 那么没有人道 不讲人权 没有 为什么 就是现在的情况 我们认为说我们有美国可以做靠山 可是这是合理吗 对不对 那你现在有两个金人在人家手上 你有两个尸体在自己手上 你觉得你的尸体是最好的筹码吗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政务 很让人瞧不起 就是你的手法就是这样 那这个当然你可以把它归罪到蔡英文 正如时代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就是有一个机会 这机会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的现象呢 各位可以看到马航九去的时候 邱泰山是认为说两岸有交流还是不错的 可是隔几天陆委会副主委 张志宏他们出来讲就不一样 就开始讲马航九这个违背台湾主流什么什么 台湾哪有什么主流 台湾的主流就是百分之六十的人不投给赖清德 这就是主流啊 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 民进党虽然可以执政 可是他不代表台湾的主流 他是谁啊 他只是硬气好啊 他在国会他也不够半数啊 所以可以看到 今天立法院表结他们也都输了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那我觉得说民进党如果看不清楚事实 觉得可以跟蔡英文过去八年为所欲为 过去八年为所欲为是 蔡英文选票够半 立法院的席次也够半 他可以为所欲为 他可以包山包海 每天弄一些国安无法修正 每天可以对很多人 用非常不民主 而且很集权的方式来处理 随便揉制一个罪名 就可以要你好看 就这样 那我觉得说今天 赖清德自己要看清楚 现在的局势不一样 你跟蔡英文那时候的优势没有了 蔡英文是违反民主违反人权 为所欲为 对不对 民进党执政就是只有在捞钱而已 哪有什么好听的 他只是因为美国一直替他掩路 他觉得自己很行嘛 但是你用尝试都知道那些根本都是违反人权 违反民主都非常清楚 大家将心比心 那我觉得说其实这就是一个机会啦 520就是一个机会 那这个机会最重要的就是从两岸开始 如果两岸能够有好的 譬如说像这次马航九跟习近平挥边 你看看 连美国都出来觉得说交流是好的 没有人会认为交流不好嘛 我们也没有矮话 然后很多信息也传达出来 你看习近平只是讲了一下 到祖国台湾去看一看 光光图马上飙涨 就一句话而已 所以有些情况你就可以看到 台湾的民心希望怎么样 去年 光光业者很气他们开了600多周 请侯友一道 说我们就是挺国民党 只有国民党开放 当选才可能开放 民进党不要 他们那时候是放弃赖清德 但是赖清德虽然选赢了 你要想想看 这些光光业者 他们除了疫情 除了你僵化的两岸 然后没有很对等 没有用很仇视的方式 你让他们现在进入了困境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要珍惜这一次的520的机会 是 请教一下赖老师怎么看 马云九这次到大陆的访问确实是成功的 因为美国的国务院在第一时间 也已经透过他的御用的媒体 叫做美国之音 已经表达他明确的一个态度 就是乐见两岸之间 有交流 有对话 所以民进党当局的各个不同的人士 对于马云九的批判和批评 都应该要立刻的反省 而且要向马云九 以及要向美国道歉 为什么我会特别说要向美国道歉 或者是要向赖清德道歉 为什么呢 因为赖清德他的理论是美国人讲话都不可以怀疑 就是如果你是怀疑的话 你就是有问题的人 所以美国人的讲话都不能怀疑的情形下 现在美国的国务院已经讲话了 就是乐见马云九跟大陆之间有这么一个对话 那所以批评的人 他都违反了赖清德的指示 那应该要向赖清德道歉 也应该要向马云九道歉 我想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 因为你怎么可以违反赖清德的指示呢 尤其是你是民进党的 我们可以啊 因为刚刚志军松讲了 我们百分之六十人票没有给他 所以我们不见得要理你这个赖清德讲什么 可是你们把票给赖清德的 尤其是你们民进党那些拼命想当官的人 你就应该向赖清德道歉 因为他说不可以怀疑美国 美国已经国务院已经讲话了 你怎么可以怀疑他呢 这个是一个潜而易懂的道理 彭博社的这个讯号其实是一个警讯 韩国跟中国大陆的贸易 已经从顺差转变成为逆差 而且有两百多亿 而且这个逆差似乎一直在扩大中 那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因为韩国的政府完全顺从美国 所以三星等这些半导体的设备 或者是它的半导体不能卖到中国大陆去 那因此韩国向中国大陆的输出减少了 而中国大陆向韩国的输出没有减少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像我们看到 韩国出现了贸易逆差的情况 台湾其实我们的半导体也很多是不能卖到大陆去了 那半导体的含金量是这么的高 价格这么的高 那因此你减少 而你转到美国去 你转到美国去 有没有可能转到美国再从美国那个地方转进中国大陆 我们就不晓得了 或是从第三地再转到第三地 再从第三地转到大陆去 我们也不知道 但至少一旦你卖到美国去的时候 那你迟早开始会出现 你对美的贸易的顺差会扩大 而你跟大陆的贸易 如果从顺差慢慢转变成为逆差 那台湾对于大陆的外汇存底就在减少 可是如果你扩大对美国的贸易的顺差的时候 你就要当心了 美国的301就来了 美国怎么可能容忍你赚他的钱 你只要继续赚他的钱 他301就来修理你 在这个时候你大陆市场没有了 你美国你也开始要有压力了 被迫你把厂被迫搬到其他地方去 台湾就这样被掏空了 我觉得自己这些业者或是台湾的经济当局 自己要想清楚 好 那习近平已经释放出很明确的善意 欢迎这个大陆的朋友 大陆的民众到台湾来 也欢迎台湾的民众到大陆去 那这个就是要促进两岸的交流 跟观光事业 当然我们的观光事业 还有旅游业服务业当然就起来了 可是问题是不到一天的行情 尾盘又伤下来 为什么 因为一看到民进党的反应 大家心又冷了 人家做球给你了 还不接 然后还在那边 除非他们是打算什么呢 除非他们打算是把这个丢给赖清德 就是赖清德你释放出善意 好处你来拿 我不晓得了 那为民进党 你至少又伤了台湾观光业者的心 是 请就这样了 我们现在看这个马锡二会 它的背景是什么 它的背景 第一个赖清德当选 还没有就任 然后呢 在2月14号发生金门撞禅事件 到现在真相未明 3月30号 我们差一点要对对岸 对厦门实施面海面厦门的炮击 后来自己摸摸鼻子停下来了 因为美国AIT的主席来 要求停下来 可是呢 在美中之间 习近平跟拜登的会面 他们之间的高层的互动 维持的是一种沟通的 然后呢 希望维持一个 就是有这个互动层面的 可是美国呢 在整个第一岛链布局 美日 美日飞 美日澳 以及呢 美日韩 下个月也会有峰会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局面 然后呢 两岸当然是最重要的 这个 就是赖金的马拉雅当选 就任之前 最关键的冲突点嘛 这个时候马英九 去大陆访问 作为一个平台 延续上一次的马席会 这就是一个和平的平台 然后呢 我们看习近平讲什么话 其实大家都感觉到 他讲的是比较软性 比较创造性 不是冲突性 对不对 那他讲了三点 第一个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 都是中国人 第二个 他说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第三个 外部干涉 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势 我们先讲 这个外部干涉就很清楚 针对美国 讲美国听的 这个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不就是九二共事的一个新的创造性的说法吗 其实 是很有空间的 那最重要的是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 我觉得在 就是昨天 每日到 这个日报公布的这个民调 我们台湾人对这个认同也是相当高的 是不是 所以 我觉得在泛兰在国民党这边 要抓住这样子的一个机遇 因为接下来赖兴德当选 美国的这个军事跟议员 还有再加上 接下来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之后 不管谁上来 台海面临三重冲突 因为赖兴德当选之后 他马上要去接 面对他的 就是下一次的 现实党选举 以及他的连任 你觉得他会去 制造两岸和平的氛围吗 所以两岸和平的氛围要靠我们自己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财产在这里 这个时候你看到了一个什么 对方释出的一个就是诉求 中华民族 台湾这边有高度的认同 我要再加一点 中华民国 作为中华民国的公民 中华民国的一个成员 在台湾这边 我觉得两岸之间会有很多的交集 什么交集 和平的交集 因此当习近平讲出 两岸能够交流交往交融 那当然你就看到 这个相关的这个交通的 观光的这些就受到激励 可是呢 他是希望我们台湾能多去看 尤其是年轻人 至于陆委会这边 交通部这边 不要在那边 因为他没有讲交通部 或者是台湾的股市怎么样 我觉得台湾这边 自己要放高这个心态 也就是说呢 你自己对于大陆的团员来 就是台湾以及台湾的团 组团赴中国大陆 尤其台湾组团赴中国大陆的 这个观光啊 这个是台湾人的权利 对不对 我组团去看长城 去看黄山什么不对 结果你政府不让我去 现在反而 习近平讲出这个东西 股票上这个上涨 台湾的政府反而是 在压迫台湾人民的权利 其实呢 现在在整个国际局势上面 确实你会看到那个阵营 慢慢的在成型了 好这几天呢 基本上美日峰会 现在中俄呢 好像在东海这边有些动作 来看到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他们的护卫舰在日本海演习 那过程期间有摧毁 假想敌的直升机 还有军舰 日本这边当然严阵以待啦 而且呢 他们也公布了解放军 其实也来了 说东部战区呢 有两艘的海军 还有电子侦察船 也有经过他们的宫古海峡 进到了东海里面 那目前呢 你可以看到 美国跟日本 他们现在把战俘呢 送过去日本这边 日本这里也成立了什么 他们成立了第七反舰弹连队 好这个呢 过往没有的 现在为什么 因为就是太多船 会在他们这边进进出出 所以他们也乐于接受 在这边设置了陆基的 暗基的反舰导弹 那当然针对的就是解放军 你们这边一直走来走去 他们要有所准备嘛 结果呢 也就在这个时候 你看到B52A 好像是在练军是吗 直接开到了中国家门口 而且呢 这一飞 飞了两万一千多公里 三十三小时不落地 感觉是来秀肌肉 而且呢 也是来给大家施加压力 那到底飞过来 你想要了解些什么东西呢 除了在东海这边有动作之外 南海这边 因为这次有美日飞 还有菲律宾嘛 南海这边冲突 大家也在看 好这一次呢 是哪里 这一次是后藤礁 这边呢 他们的海景就直接讲了 说在大陆 他们把海景队 海景船开来后藤礁这边 那当然我们的渔船看到 就会紧张啊 直接看画面 画面当中 其实就是大船跟小船之间 他们就说了 我们是渔船啊 他们是海景船啊 所以我们这些渔民看到 就会很紧张 那也因为这样 我们才会赶紧 有公募船来到这边来 要应对 好可是这个大陆这边 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讲法 双方就是一样 你来我往 每一次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好啦 现在他们连空军都要派出来了 菲律宾就讲了 如果呢 这个美国日本都来这边 帮我站下的话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 一起来加入这个民主联盟 同时他们要第一次派战机 去参加澳洲的军演 这个七黑军演呢 是多国的联合军演 对菲律宾来说 他能够来参加 当然就是希望 多一点跟盟友 共同练习的机会嘛 同时 以把自己跟他们 多多放在一起 拉在一起 那我们刚刚讲到 这一次美日飞峰会 基本上拜登这边 他们来做东 他一定有些话想说 他想说的就是 如果说呢 有这个举动的话 我们美飞相互防御条约 即将就会启动 什么举动 就是南海这边 菲律宾的船只 如果受到任何攻击 我们就会启动 相互的防御条约 你看那如何来定义呢 过往有水炮 刚刚讲的那个后藤礁 水炮也有架出来嘛 如果说受到水炮 那你们这边 也会把它定义为攻击吗 好 如何来预先的 希望能够让两国之间 两个大国之间 不会在这里 有进一步的冲突 其实大家都在看 他们一直在往前进 什么时候才知道 哎 该往前停了 而美洲了 美日印澳 这一次印度 当然也不会落单 现在呢 印度他们想要买F35 美国告诉他说可以买 可是呢 这有点像是你知道 在买包包的时候 就会有那种强制配款 到高低配 你要买F35 我告诉你 你要先买一个F21 那大家就问 印度他们会吃这一套吗 而日本呢 这一次岸田 他来到了美国这边访问 对于他的民调来说 当然他希望也能够 就一点个人 在国内这边的政绩了 另一层面 可能有点搞砸 但你看这画面 因为他到了哪里 他到了Washington之后 他去Arlington公墓 做这个相关的祭祀 呃 献花圈等等的工作 那在这个Arlington这边呢 基本上这个公墓里面 的美军很多是二战期间 阵亡的军人 所以呢这样子一个举斗 二战期间美日基本上 两边是敌子的敌战国啊 对于美日本的国内 很多国民 以及很多的网友 无法接受 像有人就说啦 安藤文雄这样子 去美国就跟他表忠心 那你怎么没有勇气 拜登来的时候 你叫他去拜靖国神社啊 对不对 大家互相嘛 大家对等啊 你来我往 有来有往 这样才能够说 我们是站在一起的盟友 回过头我们想要请教一下 赖老师 您怎么样来看 好 原因是在东海这一边 美日峰会期间呢 其实中俄这里纷纷有动作 呃 美日的峰会有联合声明啊 说他们要把这个美日的安保条约 拉到最高级 然后指挥官的权力更大 然后关阶更高一点 从三星上将提升到四星上将 再把它拉高 然后还一直在强调说 这个安保是基于钓鱼岛在内 可是你看在宣布的当天 到今天为止 海警 大陆的海警船 就在钓鱼岛的十二海以内 美国也不敢做什么呢 宣布完了以后 什么都不敢做 今天12号呢 它是4月10号宣布的 10号11 12了 海警船就在 而且中国的军舰 就在宫国海峡船说 日本什么都不敢做 美国也什么都不敢做 所以其实美日的这个联合声明 已经第一时间 就被中国大陆打脸了 也就是你什么都不敢做嘛 同样的道理 美日飞在南海的声明 也一样被打脸 为什么 4月7号 美国又拉了澳大利亚 日本还有菲律宾 搞了五艘船 这五艘船 坦白说都有点旧 然后在沿着菲律宾的巴拉旺岛旁边 举行联合的军事演习 那中国大陆就宣布 南部战局同一天 连续两天 然后举行这个海空的实弹演练 然后进行战备巡逻 结果美国一天吵吵就结束了 而中国大陆战备巡逻了两天 美国什么也不敢做 那原来就问菲律宾说 你要不要启动美日安保 美非安保 美非安保 他说没有啊 我们没有要启动了 那问题就来了 这个就是美国又被打脸 那当美国以为演了这么一场戏的时候 其实一直是不停地被打脸 其实美国现在在面对的是考验 为什么 因为东南亚的国家 还有全世界各国都在看 你们秀政治秀摆拍摆得这么大 但是呢 今天在南海这个部分 中国一寸都不让的情形下 你美国敢跟中国大陆较量吗 看起来你不敢 那你不敢还装着你要敢 那不是很丢脸吗 因为大陆就在那边该敢就敢 该驱逐就驱逐 你美国来的话我就搞实弹演习 一旦搞实弹演习 你航母就跑得远远的 那你要不你航母就在实弹演习内 你看看中国大陆敢不敢打 那美国又不敢 又溜得远远的 这个就变成一直在丢脸 那这篇报道就看 让我不理解了 什么封锁中国大陆不能穿过第一岛链 第一岛链早就不存在了 这个媒体到底是什么媒体啊 第一岛链早就不存在了 因为美国很清楚 所以美国已经把战略武器 从日本已经迁走了 往后迁了 原因在哪里 因为他知道第一岛链早就不存在 他现在只能退到第二岛链 这个道理很明白 然后到今天还看不懂 我就不太理解 这些人是在想什么 B-52战略轰炸机 这是老飞机 而这一次的测试是极限的测试 极限测试谁呢 测试飞行员 连续飞33小时 还能不能作战 成功了 第二个 测试这款老飞机 连续这样飞了以后 还性能如何 还是可以用 成功了 这代表 这代表这样的一款战机跟飞行员 他们经过这样的一种极限的测试飞行 各位观众朋友 轰炸机要飞三十几个小时 那也是体力上 精神上 也是非常的这种挑战 那成功了 因为他要经过空中的加油 好 重点在于 会不会被发现 如果不会被发现 他的屠房能力强的话 那他本身会产生重大的战略的威胁作用 可是如果有被发现 这个战机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因为这种飞机飞得很慢 只要被发现就被打下来 好 我们请教一下杨老师怎么样来看 我们看到最近 美国一连串的在第一岛链 做双边 三边 或者是小多边 的这样子的一个串联 这个小多边 英文就叫做 minilateralism 不是多边 是小多边 你看美日高峰会 美日飞高峰会 美日韩高峰会 5月26号 那之前让日本加入到 美英澳军事联盟的第二支柱 不帮忙做潜见 但是呢 共同做国防科技的研发 军事的运用 所以美国很清楚 在第一岛链 其实做了一个地缘战略 威慑中国的一个布局 那为什么这么做 那当然 因为自己本身在这个区域的军事 跟中国大陆解放军比较起来 见趋劣势 所以他要他的这个盟国 加这个预算 然后呢 做这样子相关的 这种共同的演练 以及制度上的安排 这很清楚的是一种 就是针对性的 那当然就是针对 整个从第一岛链的东海 台海到南海 可是各位 这是美国的设计 可是美国真的敢去打吗 双方都是和五国 而且过去的历史就是 当霸权 两个霸权在竞争的时候 最后还是一场军事战争 决定一切 当一场真的军事战争 不管是在南海 台海 美中之间交战 这种不是生死之战 因为他们都是核子武器 但是会是个胜负之争 当这个胜负之争出现的时候 如果是解放军 中国到了这边 那世代的这种霸权交替 就完成了 就像是西班牙输了 无敌舰队 拿破仑打败了 这个滑铁卢 英国在第一次大战打输 美国呢 美国在伊拉克跟阿富汗的撤军 就已经在中东地区 失去他的军事影响力 所以呢 美国不会 在这个区域 直接跟中国做军事冲突 所以他要这些小朋友 要这些新的负重 负从 然后呢 能够去顶的上面去 可是这些国家 跟各位报告 我们叫做双重赛局 他都是因为国内的需求 要去报美国的这种连结 然后希望去支撑他 内部的政治的支持度 尹锡悦 报美国大腿 唱American Pie 最后在国内选举 输得一塌糊涂 已经跛脚 岸田文雄 最近的民调出来是多少 他的支持率只剩下 百分之十六点六 他的不支持率 已经高达将近七成 他到美国国会 做英语演讲 没有效应 然后呢 小马克思呢 小马克思最近 因为他跟杜特蒂在吵 小马克思想要修宪 想要连任 对不对 结果呢 杜特蒂反对 沙拉杜特蒂做他的副总统 当初就是这样的一个承诺的 本来沙拉杜特蒂的机会 当中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结果呢 小马克思的民调 在明达 纳俄 菲律宾南部 掉了百分之三十二 在马尼拉附近 掉了百分之二十一 各位 我跟各位这个分析就是说 这些小国也都知道 美国自己不愿意 要大家往前冲 这个时候呢 美国就要说 自愿性联盟 他是很自愿 但是只是自愿说 希望引美国进来支撑 我在国内的这种影响力 因为到目前为止 这些国家内部 韩国 日本 菲律宾 还是对美国 是比较倾向民意的 但是呢 他们也都知道 这个往前冲 不能冲得太离谱 所以小马克思 这也是讲了 再怎么样的 南海的冲突 也不需要去引发 美非的军事联盟 但是拜登 你看就说 任何的船只的攻击 会引发这个防御条约 这就是什么 在碰风 我跟各位的解释 大概是这样子 是 要请教一下东哥怎么看 台湾有个邦交国 叫瓜地马拉 从4月1号开始 声音大吼 他跟国际求救 好像没什么能理他 包括台湾 平常什么态度 讲说 我们中美洲 坚强的联邦 的盟邦 怎么样 我觉得很悲哀 为什么 因为台湾现在 要抱美国大腿 那大家看拜登 最近所有的动作 包括在南海 包括跟日本岸田 碰面 所有这些东西 全部是嫌疾的动作 然后他 千拜托万不拜托 拜托习近平 跟他通个电话 这也说拜托 他们通过六次电话 见过两次面 每一次都是拜登 拜托习近平 跟他见面 跟他通电话的 没有一次是 中国大陆要求说 我们跟你通个电话 没有的 那谁求于谁 其实是很清楚 那最近的这些动作 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就是为了嫌疾 因为现在情况 显示了 大概川普的身世 比他好一点 大家可以看 最近其实 在美国最引起 重大注意的就是 七个摇摆桌 人家川普赢了六个 那你怎么办 你一看就是 大僵东气了嘛 我觉得拜登 他现在在做一个 奋力的挣扎 比如说 你看 我可以搞定中国大陆 那周遭的这些国家 又跟我们一起来 对抗中国大陆 他现在在表现这样 然后要求 在所有的战争之外 还搞一个晶片 晶片要求 包括日本 你要把台积电也弄过去 我们用 晶片来围剿中国大陆 除了 除了武力之外 所以可以看到 他的所有这些动作都 非常的多 那这个是 就是要给他的国内的人看 表示说 我有办法搞定 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现在的嫌疾对他不利 所以现在对各国来讲 这就是一个很沉重的一刻 你知道吗 北约想说 如果川普又上来了 又撤了 那我们北约没有美国算什么 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 他指定一个部长 说你 这半年来你就研究一件事情 如果川普当选以后 我们怎么办 就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 那个不可测 而这不可测是 好像越来越接近了 因为川普要当选的机会 好像越来越大 所以拜登现在所有这些动作 只是害苦了其他 这些被他指定的盟国 大家 你如果说今天 对亚洲来讲 当然最重大 就是韩国昨天的 大选 你执政党只拿108票 300票你一半都没有 人家在野的 一个单一站政党 就拿了175票 人家就够半数 那你影集业比台湾还惨 对不对 你所有东西你都挥洒不开 人民用选票来火定你的亲美 那你现在亲美 中国大陆你又逆差 所有的坏处都看到了 好处还没有看到 那你这个国家怎么去治理 所以可以看到了 一波接一波 其实对拜登并不是有利的 那这个就是 到时候整个亚洲的形态又会改变 如果是川普当选 那到时候怎么办 川普只能当一任 不能当两任 那他这一任的话 他商人的话 他要考虑到 我要跟中国大陆搞好关系 可能对我整个川普家族的企业 是比较有好处 到时候 你被人家卖的都不知道 川普有没有可能捐徒重来呢 他一直在讲 如果他有机会捐徒重来的话 他一上任 马上就要把这个战争给停了 就是俄乌战争 现在看到了 俄罗斯真的是 毛起来打了 一夜之间狂轰82次 主要打的其实都是基础设施 包括了8电厂 基辅发电厂说全毁了超过20万人 是无电可用的 而且呢 这一次除了火力之外 还有针对的是水力发电 通通一次 让别的基础设施通通毁换 那北约这边呢 也开始有所应对了 说战机紧急起飞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俄罗斯大规模的飞弹袭击 让他们赶紧的希望说能够来帮忙 也要监测一下局势 眼见着瑞士6月说要办一个和平会议 但先前几次会议都没找俄罗斯 现在俄罗斯看起来 普京他再一次就任之后 哎气势不一样了 俄罗斯他们看起来讲说 好啊那你们开会啊 我们没参加就毫无意义了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现在大家一直在讲说 过往这一段时间你常听到 俄罗斯战败啊 俄罗斯的什么卡车啊 或是俄罗斯的车队等等都不见了 或者是乌克兰这边又打下了 俄罗斯这边的无人机等等等 可是实际状况是什么 这一回这个人说话 可能我们必须要认真一领看待 他是美国的欧洲司令 他这样讲的 他说打了两年多 就他的观察 俄罗斯的空军只损失了10% 哎这跟过往来说好像印象不太一样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的陆军规模 现在呢比俄乌冲突时开始扩大了15% 是不是表示他们其实一直的在做准备 要再下一层 因为这些数字都让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说 俄罗斯恐怕会更强大 而且对西方会更愤怒 最后也许啦是人家死我们只有一个人被KO掉 那这可不可以呢 所以呢在北约这边盟国他们开始在讨论 主要要检讨的就先检讨 哎你美国那个新链怎么会被人家给拿去了 主要呢就是一开始在打的时候 我们都说乌克兰用了新链系统 所以呢势如破竹 现在传出俄罗斯也用新链 他们后来证实啦 说确实好像是有透过其他的关系 包括了黑市等等买到了相关设备 他们目前呢也在思考如何设法阻止他 而其实不是只有新链而已啊 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系统 包括了讲到了太空竞赛这一段 中方这边呢有北斗卫星 现在就北斗卫星啊 说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GPS的主导地位 因为目前在卫星上面呢 他的数量其实已经监控站比所谓的GPS多了有10倍之多 卫星呢则是多了大概有一倍 而且很多是发展中国家 其实中方的北斗有在这边发射卫星 然后呢美国这GPS在这边反而没有发射卫星 所以这一位俄国斯的航天集团总经理就直接讲了 就他认为了精确度来说北斗已经超越GPS了 而至于NASA的科学家呢 现在也很实际啦 因为人家就是有带月球这边的样品回来嘛 因为呢长额5号月球样品 其实拿回来了有几公斤 那他们现在说呢 就可以让大家一起来申请做研究做科研 NASA的科学家也希望能够研究 所以他们也去申请了 月底的时候就要接受中方评审 诶可是不对啊 过往你们不是说美中之间在这边不能合作吗 还必须要有所取舍吗 那如果真的中方要让你们来做研究的话 那你们又要怎么样自圆取舍了呢 太空竞赛关键10年 一直以来我们听到不管是NASA或者是五角大厦 他们很担心的都是决定性的10年 会不会真的被大陆所超越 让对方变成了新一代的太空霸主 甚至先前我们也听到NASA他们是这样讲的 不能让他先去 因为他去了 那个月球就会变成中国的月球 回过头我们想要请教一下赖老师 您怎么样来看 各方呢其实都在比 但是在战争的场上 这个就是真的比肌肉 比拳头了 俄罗斯现在狂轰乌克兰集社 俄罗斯自从他的歌剧院 就是音乐厅 那么受到恐怖主义的攻击之后 那他把箭头指向乌克兰 他自己也逮捕了好几个人 土耳其也逮捕了四十几个人 因为有一些人是从土耳其进入俄罗斯 那他们本来要往乌克兰逃 俄罗斯要求乌克兰把逃亡 这个接应的在乌克兰的那些人交出来 乌克兰没有交 没有交的情形下的时候 俄罗斯就理所当然的认为 那就是你乌克兰的情报机构 或是国家安全 或是纳粹主义的这些人 所策划的这样的一个攻击 所以他采用的这种报复性的手段 他就四伏 我用四伏有正当性 而他这个报复性的手段 其实是要削弱整个乌克兰的总体国 所以他是完全猫的 对准这些基础设施打 例如说你的整个电力没了 或者是你的油库被重大的伤害 那你的经济的生产 你的国防工业的生产 那就受到很严重的创伤 然后前一段时间 邵一谷又特别带了记者 去看他们这种巨大的这种炸弹 这种炸弹很可怕 因为它可以把整个发电站 甚至一些水坝都炸掉的这种炸弹 这个威力是很强大的 其实它就是有一种展示的意思 发现这也就是说 目前整个战局 尤其是夏季来临 土地干了以后 这些更适合坦克装甲的运动的形形下 目前观察就是 乌克兰的防线快要被破了 所以这任司机是非常的焦虑 很紧张 其实已经有点歇时底里 有点淒厉的喊说救我们 只是他不能够讲这两个字 他只是说我们真的快守不住了 那我们可能会输 而且会输得很惨 那你们欧洲 你们也安全将不保 那乌克兰败了 你们也就没了 这样的一种连结性 可是很遗憾的地方 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美国还是很安静 因为他们卡在国会里面 那现在拜登政府 连坑都不坑一声了 那他的焦点又回到了 以色列跟这个中东 跟伊朗的身上了 那很明显的 泽连斯基又被冷落了 欧洲看了美国的冷落 欧洲也冷落了 这个泽连斯基 所以指向北约的那些 没办法起作用的小国 像立陶宛等这些 埃萨尼亚 拉脱维亚 这种小国 他们那个道义性的教育教生 但是他们改变不了 整个战略的决定权 所以现在总算 这个北约欧洲的司令 美国的司令愿意说真话 之前从俄乌冲突开始 那他们就开始 推动认知作战 这个推动认知作战的时候 就勾结了 欧美的西方的媒体 那么一直在释放假新闻 释放假新闻 他们完全是配合 整套的认知作战在演 那就是一直把 俄国说的多烂多烂多烂 打得多差多差多差 结果两年过以后 大家看到的是完全相反 很多人被骗 绝大部分人被骗 包括在台湾的很多年轻人 都被骗 所以西方的那些年轻人 都不再相信他们的媒体 其实那些媒体自己伤害自己 那现在的情况 真实的情况是如此的残酷 乌克兰如果再没有得到援助 绝对会垮 好 我们先进去广告 等等回来继续请专家点评 谢谢 谢谢 你也是高校风 你们今天怎么大家都高校风 这个被骗 骗了两年 每天讲俄国多惨 多惨多惨 我们今天在看的时候 讲说 跟之前讲的好像不太一样 我觉得欧美的媒体 这一两年把自己都弄坏了 他们的信任度都完全 你看年轻人他们 从T-Doc那边来获得新闻资讯 不从他们的传统媒体 因为现在社群 其实反而比 那个一般的新闻网站 它渗透力比较强 强 对 对渗透力比较强 而且速度又快 所以短影音的剪辑其实非常重要 很重要 因为像昨天那个就是 网络上不是那个花莲震灾 有很多基本上 大家都是从短影音那边看到画面 对 Wilson Wilson 那只狗狗 你有记名字 对啊 现在还剩下好像两只猫三只鸡 我记得 因为今天就大家在讨论 其实不是说生命怎么样 而是当然都希望能够把所有的生命都救出来 但是问题是救灾人员 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 救援有一些SOP 其实很危险你知道吗 那个围楼救灾很危险 尤其是在那贪方的地方 我觉得那些警察很了不起 你看那个一面摊方 他们要一面避开落实 然后一面指挥交通 一直不断的还在余震 对一直不停的在落实 这余震就落实 我今天还有看到那个大清水断崖 他们 不大清水隧道 他们外面不是有一个那个 便桥吗 对 其实开过去 我看那个有个24小时的那个镜头 对 开过去其实有一点 危险风险 我自己看我自己觉得那个便桥 看起来是他们用那个钢 就整个就是架在那边 可是那样就会怕怕的 嗯 我看还是少走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在这 对 就会怕怕 还是少走比较好 这个花莲真的这次有点惨 嗯 还好前年我们去泰鲁阁 而且还连去两天 很漂亮 第一天就觉得哇 时间看不够 你有去那个沙卡当吗 哦 没有到那边 但是就整个到哪里啊 水莲洞知道吗 哦 我们还真的进去水莲洞啊 哦是啊 一直在这种就是水 然后 全身穿的雨衣 嗯 那就穿过去 对对对 蛮有趣味的 就里面的那个山里面的游水 是 现在都没了 现在也都没了 我觉得这个都堵去了 对都整个 可能这个大概至少有两三年 你知道吗 整个修复 整个修 他们刚刚他们都在讲 讲说那个泰鲁阁国家公园 那边要修复 其实要耗一段时间 嗯嗯 这个真的很可惜 对 世界级的 哦 天灾人祸 来哟等等 我们请杨老师两分半 老师大概想要讲哪一块 俄罗斯 俄罗斯 这个 你要讲前面俄乌还是要讲 俄乌 俄乌 你要讲战争还是要讲那个 星链什么的 俄乌 俄乌 好好好 好的 GPS跟北斗 现在是北斗真的 准很多吗 他比较新啦 较新喔 嗯 解析度较好 有关键吗 那当然是啦 因为现在科技越来发达 你在台湾看到都是GPS 结果车子就开到水田 到处是这样的新闻 可是台湾有人讲说是因为什么 我们的巷弄比较小啊 之类之类的 可是很多人就开到山上才发现没有路啊 这 三不五时就有这种新闻出来啊 嗯 你被他指导就会这样 没有 其实科技就是越来越进步啦 是喔 越晚做的人越厉害啦 对对对 欸 碗座因为你的优点我都有 我又有新创了 我们这标好坏喔 我们这标真的好坏喔 荣 荣虚 听命 可是他真的没有什么外交太多的资历 没有 他完全没有 对啊 他那个硬扯的 硬扯的 诶 啊郑文昌要去日本是真的假的 郑文昌说要去日本 那不如派去奥文 他比他熟悉 他又不会讲日文 他又不会讲日文 我今天看到嘛 爆派啊 那每天报纸都会有好多 好我们讲说俄乌战打到现在可能会进到下一个阶段 因为现在的普丁跟过去的普丁好像又不太一样 一样了 请教杨老师 我觉得现在终于北约的最高司令讲了大实话 大白话 俄乌战争两年的俄国的空军的战损只有10% 这个其实是让整个乌克兰 北约都相当挫折的讯息 这个真实的情况呈现出来 那同时呢你看到他还是一个村落的不断的在前进 然后呢也针对乌克兰的基础建设能源设施 在做无人机的这个攻击 那新的15万的就是这个真兵也开始在推动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在俄乌实际上的战场 其实大家都知道 马斯克讲得很清楚 只有笨蛋才不了解 这是他讲的 那同时美国这边要给600亿 这个600亿我们也不知道讲了600年了 不可能的 因为川普这边就讲了嘛 如果他当选 他可以在短期间之内结束俄乌战争 美国又何必这个时候要去答应花600亿呢 600亿如果发在其他的层面 他可以用的怎么样的作为 而且真的给下去的话 那不再是顺着拜登的意 事实上会造成川普的选举的影响 所以这600亿也没了 大家也慢慢都知道 美国所画的这个大饼 你现在回去想 两年多前 其实俄罗斯还公开的写信给美国 给北约要求 你就答应不要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他就不会打 我记得那一幕 拖了大概三个礼拜 美国跟北约 问这个书面的回复 我们无法答应 你不就是邀请攻击吗 在今天的这个整个欧洲 你如果对整个欧洲的这个战争了解的话 所以你在怪谁呢 美国画了一个大饼告诉大家说 俄罗斯的经济已经垮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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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他现在经济的发展 比大部分的欧洲国家都好 是不是 那你这个时候要再怪中国大陆 你为什么不去怪这个印度呢 全世界只有44个国家跟地区 持续的在制裁俄罗斯 他也没有什么效用 所以我觉得要看清楚俄乌战的情势 特别在台海这个区域 我们不要自己引火上升 是 我们等等广告回来 请董哥帮我们做总结 书面说 你只要答应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结果美国驻俄罗斯的大使 还带着书面亲自交到这个 克里姆尼公 无法答应 好 董哥两分钟 董哥被公带 那就讲北斗吧 好 以后应该会越来越多人用 因为这样子才不会被关掉 对啊 NCC的人事到现在都还没有声音 可能还没 他不用 因为他任期到六月底 六月底啊 那莱晋泽520上任 所以他不必 他不必急 而且 而且NCC是由行政院长提议 行政院长提议不是总统提议 所以行政院长上来以后 他提议要送立法院 所以他要先去跟立法院沟通 因为他没有够半嘛 以前不用 现在要 这次要改选几个啊 好像 有没有到一半 有哦 他包括主委 好像四个吧 他们总共七个 因为他主委也是立法院直接 立法院直接 不是立法院选主委员你们复选 不是 我就是用主委的身份来做被提名人 提名审投票审查 对 要被羞辱一顿 你不 但是立法院有投票权吗 决定权是立法院 是啊 立法院通过才过 他可以承认吧 也可以不要给他过这样 不给他过了很多啊 嗯 嗯 嗯 节目最后要请董哥帮我们总结 其实现在全世界的战争已经变得跟过去不一样 那你可以参考的就是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最厉害就是导弹 还有无人机 很多东西 那他们其实很多 被掌控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些卫星系统 卫星系统它可以 锁定某一些东西下去打 所以我们在讲北斗 那它当然现在是很厉害 只是因为你在台湾媒体看不到真相 那你在台湾媒体看到说很多人开车 开到水田 到山上开了发现没有路 那都是美国的GPS 因为它是最老 它大概是1978年用到现在 到现在的时间已经非常久了 一甲子了 那旧的东西你如果没有及时的更新的话 很多东西就会落伍啦 那美国大家刚刚看 它现在太空很多东西 它仰仗中国大陆 甚至两三个礼拜前 它的太空人要下来的话 好几百多二国人帮它再下来 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经费 美国过去很先进没有错 可是现在很多东西它就很落伍很老旧 所以NASA的负责人才会说 将来中国大陆会占领太空哦 我们要赶快怎么样 太空早就是中国大陆的啦 我们3000年就派了一个女孩子 去那边占领 叫嫦娥好不好 现在嫦娥已经到5号了 开个玩笑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 因为科技本来就是 越后面的它越新 它可以补足前面所有没有的 然后再加上去 所以它是越来越厉害 那我们一般人不知道 因为我们真的在台湾 太受欧美美体的影响 觉得美国人很厉害 其实它已经很不厉害了 多一千老 太棒了 还有一个不会那么快来的 上次原汁很好